大家好,我是墨千回 这一次解说的漫画是《深寒》 大概内容是一个名叫德克兰的人从来都没有生过病 也感觉不到任何的疼痛 他是在很久之前一场火灾中唯一从精神病院逃出来的人 然后他拥有着一个神奇的能力 就是可以进入一个人的疯狂世界 甚至还拥有着可以治愈精神病的能力 他也希望有一天可以治愈自己 但是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因为他的体温一旦到达零度 一切就都完了 这个漫画的编剧曾经执比过普罗米修斯 也是一个大佬了 这篇漫画也曾提名了2014年埃斯奈尔的最佳短片 算是不错的漫画佳作 感谢建议这篇漫画的粉丝 以及提供漫画资料的群友 对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点赞过两千,更新下一期 好了,废话已经说了很多了 故事开始 1941年10月12日 桑斯德封人院 两个在封人院外巡逻的保安 互相抱怨着今晚的情况 本来是应该休息的 他们今晚却被莫名其妙地安排了额外的巡逻 正在一个保安觉得这些事完全就是脱裤子放屁时 身后的封人院中爆发出一阵巨响 紧接着强烈地冲击波将窗户以及窗外的两个保安全部掀翻在地 那条侥幸躲过一劫的狗子冲着封人院内疯狂地吠叫着 而此时,一个病人打扮的短发女走到了破碎的窗户前 她浑身着着大火,却感觉不到丝毫的疼痛 接着,一个惨叫的人影从楼顶摔了下来 眼见有人在自己面前摔了个稀碎 短发女开心地笑了起来 她如同着魔一般说着 所有人都在往下掉 而现在的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疏爽 此刻,短发女所在的精神病院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四处都燃烧着大火 而除了神志正常的工作人员外 所有的精神病好像都十分享受面前的灾难 其中一个工作人员要求护士赶紧将这些精神病捆起来 眼见事态不妙的护士拒绝了这个要求 她大声地告诉对方 现在火势太大了 大家应该赶紧跑才对 而一个戴着眼镜像是医生模样的人 拿着灭火器跑了过来 她想要控制住火势 身边的人却告诉她 不可能了,他们什么都控制不了 他们从一开始一切都做错了 而此刻的走廊间 一个肥胖的精神病坐在同伴的尸体上 开心地高歌 他赞扬着这场灾难 他能感觉到自己要被吃了 而火焰就是品尝他的舌头 过了一会儿后 肥胖的精神病便在火焰的灼烧下失去了生机 此刻坐在墙边的男人缓缓站起身 他不像其他精神病在这场灾难中胡乱撒着眼 他只是慢慢地走着 无视了正在被精神病拿着玻璃虐杀的工作人员 也无视了仍然觉得火焰可以控制住的医生护理 因为在他的眼中出现了一道光 随着火势的蔓延 那个光线也在膨胀扩散 紧接着一个留着小胡子浑身赤裸的男人 从那个光芒中探出了身子 他满脸吸血地看着周围感叹道 哼,这是哪儿 这个地方人感觉充满了饥饿 而他就是啃食一切的牙齿 说话间 他注意到了自己面前这个面无表情的男人 而他一下子就叫出了这个男人的名字 德克兰 但那个男人依然如同冰雕一般 对他的出现无动于衷 于是 这个从光芒中出现的奇怪男子 缓缓地凑到德克兰的耳边 对他的灵魂种下了诅咒 他告诉德克兰 你会变得 极度深寒 多年后的波士顿 马萨诸塞州 之前出现在精神病院的神秘男子 此刻光着脚 在大街上悠然自得地闲逛着 无论是周围人的抱怨 还是胡侃聊天 都让神秘男子感受到了饥饿的感觉 在路过一间警察局的时候 这种感觉更是浓烈 于是 神秘男子越过人群三两步 便爬上了警察局扣押犯人的牢房 而他一系列的行为 仿佛都如隐形人一般 在大街上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在牢房中 他看到利明拥有着纹身 一脸臭屁的犯人 而他的突然出现 也将那个犯人吓了一跳 神秘男子接着以一个极为复杂的身法 从栅栏外穿了进来 他告诉犯人 自己名叫杰克 刚刚从楼下路过 现在肚子有些饥饿 牢房里的犯人 对于面前奇怪的一切 有一些难以缓过劲来 而杰克一个翻身 便从窗帘边跃下 他告诉犯人 民以食为天 人人都会饿 无论神佛 被吓得缩在墙边的犯人 疑惑地询问他 到底是怎么上来的 但杰克没有回答犯人 他看着墙上的海报 然后告诉犯人 自己很喜欢这里的布置 因为这彰显了犯人的个性 很明显 这个犯人的个性有些疯狂 接着 他不是从哪变出一条腰带 然后告诉犯人 这是要给他的礼物 犯人有些不明白 自己要一条腰带干什么 但杰克依然没有回答他 他只是自顾自地 将腰带挂在天花板上 然后告诉犯人 这个是个好东西 用意大利高山小牛皮制造 挂好腰带后 杰克凑到犯人的耳边 告诉他 现在自己打的那个绳结 套在犯人的脖子上 刚刚好 稍等片刻 就能忘记一切烦恼 虽然那个犯人嘴上 还在疑惑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他的身体已经顺从地攀上了皮带 而好心的杰克 捧着犯人的脚 株立了他最后的梦想 看着犯人窒息前狂蹬的双脚 杰克开心地表示 天哪 看看这对欢快的小脚 就跟游泳似的 你是不是很喜欢游泳啊 但他没等到犯人的回答 那时候乱蹬的脚 就已经停了下来 虽然没有得到回应的杰克 有些失望 但他饥饿的肚子 让他觉得无所谓了 反正 近时时间到了 片刻后 牢房里只剩下了犯人 孤零零的尸体 刚好路过的警察 被面前的一切吓了一跳 他不明白 皮带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不过 这些犯人总是能把 稀奇古怪的东西 通过不为人知的方法 带进牢房 距离这座警局的两英里外 名叫瑞西的女子 缓缓喝了一口刚买的咖啡 然后拒绝了想约自己 吃饭的黑发男 瑞西表示 自己需要晚上在家陪着德克兰 名叫杰夫的黑发男 有些不理解 陪着那样一个始终 坐在椅子上 不会说话 自己连一个冰雕一般的植物人都不如吗 然而瑞西依然拒绝着他 告别了杰夫后 独自行走在人群中的瑞西 丝毫没有察觉到 身后有人正跟着自己 而那个跟着他的人 已经和同伴约好了 这次的盗窃活动 快 准 狠 少说这一次 他们应该也能得到不少的钱 就在瑞西路过同伙所在车辆时 同伙瞬间开门 一下子将瑞西的咖啡撞洒 而另外一边的男人 趁机缓缓靠进了瑞西的手提包 但机缓的瑞西立刻发现了他的行为 两人见一图暴露 便想硬抢 然而很明显 这一次他们遇到的 并不是什么弱女子 瑞西从包中掏出房廊喷雾 转身便向着歹徒的眼睛喷去 眼见事情闹大 歹徒击倒瑞西后便慌张逃离 等警察赶来的时候 已经是五分钟后了 瑞西捂着受伤的脸颊告诉警察 刚才的一切发生的都太快了 所以犯人的长相 他根本没有看清 女警察同情地看着受伤的瑞西表示 可以的话赶紧去医院看一下脸上的伤疤 瑞西听罢回答说自己是一个护士 这点伤应该没有问题 同一时间 一旁的男警察也做完了围观路人的笔录 关于罪犯 他们还需要调查一下 就在离开时 女警察询问瑞西 她等一下怎么回家 当得知瑞西需要坐公交车回家时 女警察叹了口气 表示自己可以送她回去 等他们检查车后座没有问题 就可以让瑞西搭个顺风车了 而就在瑞西站在街边等待的时候 一个人影从楼上缓缓地爬向了她 是杰克 在瑞西的身上 她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 而那个味道 她都已经快七十年没有闻到过了 像冰淇淋 像冰棍 像冻在火焰里的柠檬 正在杰克回味这种令人心醉的味道时 女警察告诉瑞西 一切准备就绪 现在可以回家了 听到回家的消息 杰克预感到 自己可以见到味道的来源了 于是她就像一只猫一样 灵巧地跳在了警车的引擎盖上 就这样 警车经过了几个街区 来到了瑞西所在的公寓 在这里 女警察见到了浑身皮肤苍白 坐在沙发上 一动不动的德克兰 瑞西告诉她 德克兰基本不说话 至于她的来历 自己也不清楚多少 虽然她在德克兰的身上 做了大量的研究 但关于德克兰的身世 她仍然所知甚少 现在能知道的就是 德克兰去过很多地方 而瑞西也是在五年前 特拉诺诊所遇到的她 不过那个时候 德克兰周围的人 依然对她的身世毫不知情 当地也没有任何关于德克兰的记录 而且最关键的是 说到这时 诺西示意警察 可以触摸一下德克兰的身体 女警察只是轻轻地摸了一下 她的鼻头 便被刺骨含义吓了一跳 瑞西告诉她 没错 德克兰的体温非常的低 而且她的体温还在不断地下降 按照正常人的身体 这种体温是不可能出现的 之前的医生做了很多测试 医院在她的身上 也花了大量的金钱来研究 但还是不能得到任何的结论 女警察有些疑惑 为什么用来研究的人会放在家里 瑞西回答说 他们的医院生意越来越不景气 而且在德克兰的身上 花了太多的金钱 现在医院已经仰慕其他了 之前的诊所也倒闭了 如果放任不管的话 可能就会被其他 专门骗保的看护所收容 不过还好 这个奇怪的男人 基本不说话 也没有任何的活动 放在家里 也不会是雕塑一样的存在 女警察被这个神奇的男人 引起了许多的好奇 她继续询问 这个德克兰 没有亲戚啥的吗 瑞西一边打开窗户 一边告诉她 没有了 现在自己取得了 德克兰的监护权 她应该算是 德克兰最后的家人了吧 而就在她转身 给女警察倒茶时 留着小胡子的杰克 从窗外探出了脑袋 她如同猫一般 从窗户中优雅 而俏皮的钻了进来 接着她便没有再理 两个女人对于德克兰的探讨 因为她比谁都清楚 德克兰是什么样的存在 就这样 杰克则在沙发里 静静地看着自己 当年就已经开始制作的食物 而对这个闯入者 毫无察觉的瑞西二人 依然在谈论着德克兰的事 虽然瑞西在五年前 见到的德克兰 但过了这么多年 德克兰没有任何的变化 所以关于她的年纪 一切事情都不得而知 就像之前所说 德克兰就像突然出现一样 出现在瑞西之前的诊所里 而那个诊所所得到的消息 也不过是德克兰 从其他诊所转过来的而已 就在瑞西与女警察 继续在厨房闲聊的时候 杰克缓缓地来到了德克兰的面前 他询问德克兰 还认识自己吗 毕竟在很久之前 大家可是一起经历了 非常愉悦的时光 然而 德克兰就像当初见面时的那样 对于他的行为无动于衷 啊 那你觉得饿吗 要不咱们出去转一转 吃点好东西 说话间 杰克继续扒开德克兰的衣服 然后像多年未见的好兄弟一样 告诉他 天哪兄弟 你现在真的太瘦了 然而 德克兰依然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 有些无计可视的杰克 在稍微思考了一下后 猛然在空中变出了两团火焰 他试图用这种方式 让德克兰想起那天 在封人院里的地狱场景 可惜 迎接他的 依然是冰雕一般的麻木表情 看到德克兰这副样子的杰克 一下子熄了火 他以为德克兰现在这副样子 是之前精神病导致的 临走前 他拍着德克兰的肩膀 就像看到好兄弟受伤的朋友一样 有些怜悯地告诉德克兰 如果他清醒过来 一定记得要给自己打电话 实在不行 微信联系也可以 大家坐在一起 好好吃个饭 说完这句话后 杰克又恢复了之前精明狡狭的模样 他告诉德克兰 自己的胃 可是一直都给他留着位置呢 这个时候 女警察也告别了瑞西 准备离开 这两个刚刚见面的女人 此时竟有 丽丝相见恨晚的情谊 不过因为有植物在身 女警察在与瑞西 短暂寒暄了几句后 便离开了 与她一起离开的 还有那个永远也吃不饱的杰克 关上门后 瑞西看了一眼 坐在沙发上的德克兰 这个男人真的很奇怪 他现在的体温是47华氏度 差不多就是8.3摄氏度 这和正常人的温度相差甚远 感叹完之后 瑞西看着镜子里 自己脸上的伤痕 想起了今天的遭遇 这个世界上 真的一点都不安宁 感觉随时都会被迫害的瑞西 用椅子抵住房门后 再次端详起了自己的脸颊 突然 一阵沉稳的男生 在瑞西身后响起 是德克兰 之前如同兵宿一样的他 此时竟然站了起来 并主动告诉瑞西 有些事情 是时候该谈一谈了 博士顿的街头 一辆出租车正在行驶着 突然 车间出现了两个人影 司机见短 连忙踩架刹车 还好 并无大碍 吓了一跳的司机 探出车窗大声地 呵斥着面前两个 不知死活的家伙 真他妈的脑子有病 过马路都不看车的嘛 然而 听到辱骂的德克兰 却仰起嘴角 笑了出来 一旁的瑞西有些不解 无论是差点被撞 还是挨了骂 他都看不到 这其中有什么搞笑的 德克兰解释说 自己只是突然 想起了好笑的事情 然而 瑞西并不关注 什么事情好笑 他只想得到答案 毕竟过了这么多年 德克兰终于主动说话了 本来 自己想把这个 沉寂多年的男人 带去医院检查 但却遭到了德克兰的拒绝 明明说要好好聊一聊的 现在过了半天 什么证实也没说 瑞西表示 自己真的很需要一个解释 德克兰等瑞西抱怨完后 冷冷地告诉他 自己会尝试解释的 但是他不确定 瑞西能不能理解 因为瑞西的头脑正常 不是疯子 说着德克兰 看向街边的几个人 这个世界上的疯子有很多 他可能在乞讨 他们可能在欢笑 但瑞西不是其中之一 然而 德克兰说的这些话 非但没有解答瑞西的疑问 而且还增加了瑞西的疑惑 于是德克兰抓住瑞西 认真地告诉他 自己在做真正的解释之前 他需要瑞西看一件东西 这个东西 就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 潜伏于人群 存在于人们的脑子 心肿 以及肚子里 瑞西听了这番话 仍然有些不太明白 什么脑子 什么肚子 德克兰继续解释道 那个东西是一个很恐怖的存在 它是如此的隐秘 而又危险 瑞西感觉不到 是因为瑞西是一个正常人 说话间 他指着一个拿着抗议牌的男子说道 这个人就是他要找的人 他能解释清一切 说完 德克兰便向着男子走去 跟在后面的瑞西 还是有些不明 所以很明显 这个流浪汉打扮的男人精神不太正常 这种精神病能解释清什么东西 而听到瑞西的话 德克兰肯定地告诉他 没错 就是因为他是疯子 说着德克兰用手遮住了瑞西的眼睛 然后凑到他的耳边轻声告诉他 现在 慢慢地闭上眼睛 疯狂是一种毒品 只要离得足够近 就能感受其中 而现在 好了 可以睁开眼睛了 说话间 德克兰移开了挡在瑞西面前的手掌 而此时 瑞西面前出现的是一副极为怪异 萧瑟的景象 只是一个眨眼的功夫 他们仿佛就已经离开了波士顿 或者说 他们已经离开了原来的空间 德克兰告诉瑞西 这里 就是饥饿的世界 随着一阵令人头皮发麻的吸缩声 瑞西的面前出现了一群穿戴着破旧斗篷的身影 而看到面前那些身影的模样时 瑞西瞬间吓得瘫倒在地 德克兰抱住他 然后不停地抚慰他 不要惊慌 保持理智 这些东西会让人变疯 但有自己在 瑞西就不要担心 他会没事的 而那些身影也只是发出怪异的声音 并没有做出任何其他伤害瑞西等人的动作 德克兰告诉瑞西 不用担心 是自己的到来污染了这个疯狂的世界 这些家伙只是要离开而已 那个之前疯癫的流浪汉 此时也害怕的紧紧抱住了德克兰 等所有的怪物离开后 德克兰告诉他们 安心了 因为自己的原因 这里已经寒冷到那些东西难以生存 接着 他凑到瑞西的耳边告诉他 好了 闭上眼睛吧 马上就可以回去了 等德克兰的手掌再次离开时 他们已经回归了正常的世界 而强烈的落差感让瑞西脚下一软 顿时他后仰着跌坐在地 正在德克兰扶起瑞西时 那个之前一直疯疯癫癫的流浪汉 却变得正常起来 他开心地表示 那些该死的噪音 他们居然都消失了 回想起刚才不可思议的一切 瑞西不爽地询问德克兰 他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个城市 那些怪物 还有 他们刚才是怎么一下子离开波士顿的 德克兰回答道 某种程度来说 他们并没有离开波士顿 关于这些东西 他也很想去亲自解答一下 同一时间两个街区外 一个金发女子正在开导 自己患有社交恐惧症的朋友 他告诉朋友 这没什么 深呼吸 放松心态 不要老待在屋子里 一个人独处 只会使他的社恐加重 克服了恐惧 才能回归正常人的生活 而他的朋友还是难以接受 他小声地告诉金发女 自己看的那个护士说过 社恐也是正常人 虽然就和其他人有些不太一样吧 而就在两名女子说话间 一个光着脚的身影 出现在了他们的身边 是杰克 他小跑着抢过金发女的胯包 然后狠狠地扔了出去 金发女见状 一边叫骂着这个B世界 真的什么神经病都有 一边急匆匆地 向胯包飞离的方向奔去 而等他捡好胯包回来的时候 他的那个朋友 以及之前扔包的杰克 全都不见了踪影 就在金发女不知所措的时候 他的朋友已经被杰克带到了别处 初次见面 杰克就已经知道了 面前这个短发女人的名字 他询问名叫贝斯的短发女 是不是害怕外出 贝斯回答说 他得了一种名叫社交恐惧症的病 很害怕出现在公共场所 哦天哪什么破名 而且人们总得出行 因为有些东西是人之常情 比如说买些吃的 我敢确定得了这种病 你现在一定饿得也冒金星 说话间杰克伸手 遮住了短发女的眼睛 然后他凑到短发女的耳朵旁 告诉他 不要害怕了 自己要开始治疗短发女的疾病了 接着在倒手三个术后 等短发女再次睁开眼睛时 他已经来到了一座 像是剧院的舞台之上 在这里他能感受到无数只眼睛正凝视着他 而他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这是他最恐惧的东西 而杰克将这一切放大到了无限 杰克搂过瑟瑟发抖的女孩 然后高喊着让周围这些独眼怪物 全部向他看齐 接着他按住贝斯的脑袋 强迫他接受这些审视的目光 而这还不算完 杰克又将贝斯拉到了一个打着聚光灯的高台上 社交恐惧症对吧 还怕接触对吧 现在他就让所有的人全部来近距离接触 他要让贝斯因为社交恐惧症而产生的压力全面爆发 等他最崩溃的时候 他的食物也就到了最美味的时候 还在杰克回味刚才的美味时 他又闻到了更加令人迷醉的气息 这寒冷的感觉天哪 杰克兴奋的趴在天台边 看向气息的来源 他原本以为德克兰已经完了 彻底傻掉了 自己一直准备的这场宴会也已经取消了 但现在看来并不是 于是杰克回头不耐烦的告诉已经失神的短发女 目不转睛地一直往前走 到时候他就会融化在蓝天里 此时 德克兰对于头顶的一切还毫不知情 他一边吃着手中的冰淇淋 一边告诉有些抓狂的瑞西 有些事情很难去直接回答 身为人类 他清楚地知道人类这种生物 总是有一种天生的自大 以为自己接触的这个世界 就是世界的全貌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 即使人们有着这种感觉 但在内心深处 还是会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些见吻 产生困惑 当然这其中就包括了冷的地方 德克兰认为 唯一能够解答问题的方法 就是展示给瑞西 让他自己去看 毕竟眼见为实 而瑞西还是有些难以接受 刚才所发生的事情 他认为可能是药物的反应 毕竟很多东西都可以置换 他今天看到的这些东西 估计都是幻觉 人类很有意思 当所有的认知被瞬间击溃时 即使他们知道这是真实的 他们也会拼命地去找借口欺骗自己 说是欺骗 可能其中还包含着一丝卑微的祈祷 而德克兰继续告诉瑞西 现在他想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那就是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会一直保持真实 说着他凑到瑞西的面前 一边抚慰着仍然觉得一切都是胡扯的瑞西 一边告诉他 现在他可以让瑞西体会一下自己的感觉 毕竟自己也已经相信瑞西这么长时间了 就在德克兰手掌触碰过来的时候 瑞西感受到了火焰 他看到了虐待精神病的护工 被用来做实验的小白鼠 大量的药剂 以及不被当人看待的患者 等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瑞西眼前的场景变成了一栋燃着大火的建筑 德克兰告诉他 这是自己曾经的居住地 那个时候应该是1941年 在这家夫人院里关押着的 都是些精神有问题的罪犯 一听到精神病罪犯的瑞西急忙询认德克兰 他曾经到底干过什么 而且1941年天哪 德克兰都活了这么久了 德克兰平静地表示 瑞西知道的她的体温一直很低 就像保存食物一样 她一直在被低温冷藏 正在说话间 一个疯癫的女人突然从桌后探出头来 被吓了一跳的瑞西看到女人有些癫狂的模样 急忙安抚她 自己不是来伤害她的 但那个女人看着自己胳膊上密密麻麻的针孔 并不相信瑞西 每个人都说不伤害 但每个人都在伤害 自言自语完后 女人又看向了瑞西 她在瑞西的身上看到了绚丽的色彩 而她想要那些色彩 说着便疯狂地扑向了瑞西 瑞西在拼尽全力 摆脱了想要伤害自己的疯婆子后 总算逃离了那个房间 可她还没跑几步 便被吊死在走廊间的尸体撞倒 而这时 一个年纪不大的女孩来到了她的面前 那个女孩就如同重邪一般告诉瑞西 如果觉得有必要 她就会伤害自己 只有从伤害自己中 她才能获得解脱 而从女孩手腕中流出的 并不是鲜血 而是五颜六色的怪异光线 被面前一切吓坏了的瑞西急忙爬起身 一边大叫着德克兰的名字 一边如同无头苍蝇一般 在病院里奔跑 在这途中 瑞西看到了违规使用加量药剂的医师 因为自己不爽 而滥用私刑 割掉精神病罪犯舌头的护工 以及浑身燃着大火 却仍然感到享受的肥胖精神病 那个精神病 在将火焰吹到瑞西身上后 便逃离了这里 可接下来跑向瑞西的两个医生 却并不像瑞西所想的那样 是帮他扑灭火焰的 他们只是想给这个 突然出现在精神病院的女人 来上一针镇定剂 在这里每个人都要来上一针 在又奔逃了一阵后 瑞西终于看到了坐在墙边的德克兰 正在他跑向德克兰 想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在他的身后亮起了一阵光芒 紧接着浑身赤裸的杰克 从里面走了出来 此时德克兰走到瑞西身边 捂住他的眼睛 然后告诉他 不要去看 现在该回去了 在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尖叫后 瑞西终于从刚才诡异的情影中回过神来 德克兰急忙安抚他 没事的 大家都回来了 而他相信瑞西和那些疯子不一样 他的大脑不会出现问题 可仍然沉浸于刚才恐惧中的瑞西 颤抖着询问德克兰 刚才在最后光芒出现的时候 那个男人真的就是德克兰吗 德克兰递过一杯水 然后肯定了瑞西的话 没错 那个人就是变得愈发冰冷之前的他 而他就是在那以后体温逐渐降低的 而且还有一件事 就是他的体温降低不是持续性的 也许是几天 也许是几年 他的体温会时不时的降低几度 不过无论如何 他的体温永远都是在降的 从那以后 他就会自已辗转于各种医院 很多医生都对他进行了翻来覆去的检查 但都没有得到任何的结论 那你到底算什么 瑞西问道 德克兰回答说 他自己也不清楚 应该算是个异类吧 瑞西叹了口气 同情的告诉德克兰 这么多年一直无法跟人交流 一定很难受吧 然而德克兰去出乎意料的告诉他 如果他想 他还是可以跟人交流的 而他的这句话 瞬间让瑞西炸了猫 他没想到自己精心照顾了这个家伙这么多年 他都是可以说话的 但他就是不说 德克兰赶紧告诉瑞西 他这样做 其实一直都是在躲避 然而在瑞西询问他 到底躲避什么的时候 德克兰却没有立刻告诉他 他先是讲述了自己每到一家医院 如果要是得不到答案 那些医院就会失去他的行踪 任何记录都会在某一个时刻全部消失 而他也只能转到别处 多年来他从来没有开口过 他已经习惯了保持沉默 而他这么做的原因就是 不想被找到 就在他将要揭开自己到底在躲避什么的时候 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 天空中正有一个黑影急速坠下 紧接着随着一声闷响 刚刚还在吃东西的遛狗男子 被高空坠落的短发女砸得颅骨炸裂 见到这副场景的瑞西出于职业操守 想要上去检查一下二人的生命体征 然而大感不妙的德克兰拉住他 他现在只想赶紧逃离此处 因为他已经从空气中感受到了一种难言的苦痛 可他还没跑几步 身边便传来略显轻浮的调笑声 那是什么颜色 怎么让人感觉饥饿 这里是否有人需要毛毯 因为这里真的令人感觉有些嫉妒深寒 看见面前熟悉的身影 德克兰只觉一阵头皮发麻 他大喊着让面前的这个混蛋滚开 然后拉起瑞西便打算逃离 而看到这一切的杰克 就像是玩弄刚刚捉到老鼠的猫咪一样 开起了玩笑 看来德克兰是想跟自己玩一场捉迷藏啊 说吧 杰克便捂着眼睛倒数了起来 被德克兰拽着跑的瑞西 一时根本反应不过来发生了什么 他询问德克兰 刚才那个人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逃跑 话说那个人看着好眼熟 有点像之前幻觉里出现的 德克兰一边拉着他狂奔于车流之中 一边紧张地告诉他 那个人名叫杰克是一个彻底的混蛋 刚才那场灾难可能就是他造成的 说话间杰克已经倒数着追了上来 但瑞西根本听不懂德克兰说的意思 他不耐烦地打开德克兰抓着自己的手 然后告诉他 那个女的很明显是自己从楼上跳下来摔死的 他认为德克兰真的已经疯了 说到这时瑞西才意识到 德克兰好像本身就有精神病 所以他之前才被关在精神病院 而就在这时 已经数到四的杰克追到了他们的身后 而听到杰克声音的瑞西赶忙回头 映入他眼帘的 却是如同幽灵一般穿过急驰车辆的杰克 瑞西被吓了一跳 他甚至有些怀疑自己好像也有了精神病 怎么老是出现这种幻觉 德克兰连忙拉住他并安慰说 他没有病 而且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有病 他看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那个杰克并不是人类 他能够以各种不同寻常的方式进行移动 但是瑞西听到这句话时 并没有跟着德克兰继续开始奔逃 他甚至还想让德克兰现在就解释清楚一切 而就在德克兰着急的 已经开始请求瑞西赶紧逃离时 杰克倒数的数字已经到了二 接着他以极为诡异的身形 融入了车辆的后视镜中 看着消失的杰克 瑞西的脑子就像短路一样 失去了自由思考的能力 他还在疑惑 杰克怎么一下子就钻进了镜子 这一切让德克兰更加着急 他明白了 杰克做这些就是想让瑞西不断的去胡思乱想 而很明显 瑞西已经落入了他的圈套 突然 一个衣衫蓝绿的老人堵在了德克兰的面前 在德克兰想要推开他时 老人张开嘴告诉他 有件事他想说一说 而在他大张的嘴里 传出一阵令人胆寒的声音 是杰克 他数下了最后一个数字 紧接着 杰克如同破茧的蝴蝶一般 撕开包裹着自己的老人 从里面缓缓地爬了出来 可他做的这一切 周围的路人仿佛都没有察觉到 瑞西已经被面前的一切吓得呆住了 德克兰连忙告诉他 快点跑 别害怕 千万别让杰克钻进他的脑袋 而听到钻进脑袋这个词的瑞西 更加恐惧起来 他可不想变成老人的那副样子 德克兰赶忙拉过瑞西并安慰他 并不是那种钻进脑子 只是不要一直去想杰克 他会让一个正常人变成疯子 随着德克兰二人的奔跑 杰克的形象越来越诡异起来 他如同幽灵一般 不断地在二人面前穿行 德克兰意识到 这样下去是绝对逃脱不了的 于是他告诉瑞西 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尝试穿越到另外一个世界 说话间 他只是一名乞讨的老妇人 这个人的疯狂足以让他们穿越 但瑞西已经被之前的经历吓破了胆 他不想再去那个该死的地方 这一次德克兰并没有妥协 他强硬地拉住瑞西 然后告诉他没有时间了 于毕 通过老人疯狂的精神 德克兰与瑞西二人再次进入了 萧瑟诡异的奇怪世界 进行了穿越的瑞西 浑身贪软地跌坐在地 他真的不想再来这里 德克兰自责地表示 他知道这么做是人渣一样的行为 但请相信他 这是最后一次了 再也不会有下一次了 突然 杰克从瑞西的身后跳了出来 他兴奋地表示 德克兰应该也关心一下他吧 毕竟他现在真的饿极了 就像肚子里有 可他的话还不说完 德克兰便狠狠地一圈将他打翻 紧接着德克兰趁杰克还没有反应过来 拉住瑞西又开始了拼命地奔逃 然而瑞西却发现 无论他们怎么奔跑 杰克总是能出现在他们身后不远的位置 德克兰按骂一声 然后表示 这一次他为了自己 可能真的要当回人渣了 因为实在没有办法了 瑞西听罢有些不太理解 什么叫做人渣 什么叫做没有办法 德克兰向他解释说 在这个世界里 全都是精神不太正常的疯子 而杰克一直以疯狂为师 对他来说 这里就是超级好华的资助餐厅 说话间 德克兰将手伸向了一名 不断说着胡话的人 他现在要让别人变得更加疯狂 只有让食物变得更加美味 才可以吸引杰克 瑞西连忙拉住他 表示 这完全就是拿别人的命 来垫自己的生路 德克兰确认了瑞西的想法 并表示 他要尽可能多地 创造出更多的超级疯子 杰克肯定会被这些疯子吸引 然后就像当初在疯人院一样 自己创造的越多 杰克吃的越饱 自己现在要做的 就是让杰克吃到 根本撑不下为止 只有那样 他们才有机会逃离 可随着德克兰的行为 瑞西发现他的体温 正在可感的飞速下降 德克兰告诉他 做这些会让自己变得更加虚弱 但应该会奏效 杰克对于他的定位 会被作为这些更加疯狂的精神病 传来的气息干扰 如果他让这个世界变得疯狂至极 杰克就没有办法跟踪他们了 说话间 德克兰又将两个普通精神病的疯狂 增加到了极限 而随着精神压力的急速增加 彻底陷入疯狂的人们 已经失去了对于自我的认知 他们变化成了这个世界中更加纯粹 更加贴近他们所患精神病的怪物 突然 瑞西只觉脚底一阵晃动 紧接着 一只挂满眼球的脊髓状生物 从地底钻出 那些眼球一起死死的盯住面前的二人 然后张开硕大的怪嘴 向着德克兰二人扑来 就在瑞西彻底陷入绝望时 整个世界一阵晃动 紧接着那个怪物消失了 他们再次回到了正常的世界 瑞西在短短几个小时内 就经历了颠覆自己认知一切 以及极为恐惧的事情 一下子 整个人都快要崩溃了 德克兰微微晃动着告诉他 现在他们安全了 没事了 不要担心了 可迎接德克兰安慰的 却是瑞西愤怒的一巴掌 他指着德克兰歇斯底里的告诉他 自己从来没有想过 经历这狗屎的一切 是德克兰 是德克兰把他拉了进来 看到瑞西行为的路人 还以为德克兰 他们是正在吵架的小情侣 路过时还不忘调侃一番 但德克兰并没有理会他们 他转过头耐心的安慰瑞西 冷静下来 一定要冷静下来 他现在需要保持镇定 保持理智 他还没有精神病不能疯掉 接着德克兰告诉瑞西 他能理解瑞西经历的这一切 都太疯狂了 就好像爱丽丝掉进了兔子洞 结果出现在爱丽丝面前的 是充满暴力黑暗的陷阱 说着德克兰将瑞西 扶到了路边的长椅上 他扶着瑞西的肩膀 然后回忆写了过去 在自己还是个疯子的时候 瑞西经常读书给自己听 好吧 说到这里 德克兰意识到 他现在依然是个疯子 不过在过去 瑞西曾经给他读过很多的小说 像是爱丽丝漫游仙境 或是柯南道尔的失落世界 还有阿内斯尼恩 说到阿内斯 德克兰有些好奇 为什么之前瑞西会给自己 读一些他的作品 毕竟在阿内斯的作品里 包括了很多少而不一的东西 听到这句话的瑞西 有些不好意思的表示 自己那个时候并不知道 德克兰居然有着意识 说话间 瑞西羞涩的红透了脸 终于 在二人的调笑间 瑞西恢复了一些精神 眼见面前的女人 已经从之前的阴霾中走了出来 松了口气的德克兰向瑞西表示 自己有点饿了 她想要吃点东西 去补充自己的体力 买完东西马上就回来 说完 她轻轻地吻了一下瑞西的额头 便离开了 等到了卷饼摊后 老板娘一边摊着饼 一边八卦起了德克兰与瑞西的事情 她从之前就观察着这两个年轻人 瑞西真的很漂亮 不过 看上去怎么一直在生气 德克兰表示 最近发生了一些令人发疯的事情 都怪自己害得瑞西承受了太多的压力 听到二人矛盾的老板娘 还以为德克兰所说令人发疯的事情 是德克兰出了鬼 不过这还好说 买出鲜花送给瑞西应该就可以了 毕竟在此之前 自己看见瑞西狠狠地扇了德克兰一巴掌 现在还能留在德克兰身边 应该气也消得差不多了 德克兰回答说 自己不确定瑞西会不会想要鲜花 老板娘一边将卷饼递给德克兰 一边义正言辞地告诉她 没有女人不喜欢鲜花 就像没有人不喜欢小狗一样 如果德克兰爱着瑞西 就赶紧给她买出鲜花吧 听到老板娘最后一句话的德克兰愣了一下 然后微笑着回答说 也许真的应该给瑞西送一束鲜花了 说吧 便向着瑞西走去 而在她身后的老板娘 极力推荐着自己表姐开的花店 等德克兰做定后 瑞西突然提起她之前亲吻自己的事情 德克兰愣了一下 然后有些手足无措地表示 只是亲了额头而已 而且自己那么做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瑞西太紧张了 说完话后 两人便陷入了奇怪的沉默之中 眼见情况有些尴尬 德克兰举起手中的卷饼 率先打破了两人之间的沉默 她告诉瑞西 她明白 现在瑞西有些六神无主 不过 先吃些东西吧 因为她已经经历了那些疯狂的事情 所以 对于接下来的解释 应该更加容易理解 将卷饼塞到瑞西手中后 德克兰一边啃着自己的卷饼 一边继续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就如同瑞西之前所见到的那样 她所在的精神病院 经历了一场大火 不过 杰克却在那么多人中 唯独放过了德克兰 但现在看来 这一切只是杰克 想要玩弄自己的失误而已 在此之后 德克兰曾尝试过调节心情 但她的体温开始出现了下降的情况 于是 她也不得不四处寻找医疗看护 随着时间的流逝 德克兰慢慢的明白 杰克找到他们的精神病院 也许是因为当时精神病院 做实验的时候 使用了过量的药剂 激发出了更加强劲的疯狂 以及截然不同的饥饿感 而在那之后 德克兰也发现了另外一个 存在于现实世界之外的世界 她告诉瑞西 第一次进入时 那种世界给她的感觉 就好像是喝得烂醉 或是抽了叶子导致的幻觉 但其实 她慢慢的发现 这种东西给人带来的感受 都是真实的 他们所看到的那个世界 也是真实的 只不过 那是一个完全不同 独立而又疯狂的世界 德克兰越说越来近 她讲到了自己以前会进入那个世界 帮助那些疯子 就像切除肿瘤一样 清除掉他们疯狂的思想 其实 德克兰表示自己并不是一个坏人 从疯人院出来之后 她就一直致力于帮助其他疯子 但这些帮助都是有代价的 她变得越来越冷 她明白 自己是有局限的 可捷克不是这样的 德克兰不知道她从哪来 也无法理解她是谁 或者是怎么样的存在 她只知道 杰克以疯狂为事 她不知道在以前 杰克存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上 甚至 德克兰觉得 杰克能来到现实世界 是因为被他们带入的 可能就是因为当初那场疯人院的大火 也可能是因为过度使用药剂 但也可能是因为德克兰的存在 德克兰越说越多 越说越快 丝毫没有注意到身边瑞西的异样 她继续提到 杰克会吞噬掉一个人的精神世界 而在她的眼里 疯子的精神世界是最美味的 她总是很饥饿 所以她想让更多的人疯掉 而现在 德克兰也明白了自己的鲁马 她一开始单纯的认为 杰克只能伤害疯子 所以把瑞西牵扯了进来 现在她后悔了 不过 她认为自己还有机会 可以搞定这一切 只要让瑞西远离杰克就行 而且德克兰明白 杰克想找的是自己 她将自己看作是陈年佳酿 她一直在等待 自己变得最为美味的时刻 说话间 脚底传来的失路感 让德克兰停止了讲述 她发现瑞西像是失了魂一样 一直呆滞的一动不动 她喊着瑞西的名字 却发现瑞西的精神 仿佛已经不在现实世界了 德克兰联盟抓住瑞西的肩膀 她有些不确定瑞西到底在哪个世界 但很明显 瑞西的精神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德克兰见此副情景 联盟拉起瑞西表示 现在应该赶紧回家 并出声安慰瑞西 没事的 即使有问题 她也可以治疗 随后 德克兰伸手想要拦住一辆计程车 但却一直没有车停下来 看着身边陷入崩溃的瑞西 德克兰十分后悔 她应该早就想到的 在那个世界 她只见过疯子 再怎么理所应当 正常人进去 肯定也会受到影响 在尝试了数次后 德克兰终于拦住了一辆车 而在德克兰怀里的瑞西 仍然着了魔一般重复着 一切都无法停止 灾难而有恐惧 看着面前的女人变成了这副样子 自责之急的德克兰 一边将她送到车上 一边告诉她 坚持一下 等会儿回家 自己一定会治好她的 就在德克兰也打算上车时 突然身后一个冲过来的女人 抓住了她 紧接着 另外一个T类横流的男人 也冲了过来 他们认出了浑身苍白的德克兰 而他们 是之前在精神世界里 被德克兰加大疯狂的路人 德克兰略加思索后 告诉瑞西 这些人都是自己 为了逃避捷克时伤害的 既然现在又碰到了 自己 想去救治一下他们 可他还没走出车厢 又被瑞西狠狠地拉了回去 德克兰有些奇怪 一脸呆滞的瑞西 到底想干嘛 然后他出身安慰瑞西 安心了 自己肯定不会抛弃瑞西的 现在他去帮一下那些人 马上就可以回来 然而 面无表情的瑞西 却并没有回答他 紧接着 从出租车的车厢中 伸出了无数双青色的大手 任凭德克兰怎样大喊阻拦 那些大手都丝毫不受影响地 抓着瑞西 然后 缓缓地消失在了 计程车的车顶之中 这一次 瑞西真的 离开现实世界了 抛世中 一个女人正对着镜子 欣赏着自己整齐洁白的牙齿 突然一阵略显慌张的声音 从他身旁响起 是德克兰 他不停地在货架上 翻找着体温计 但在这里 他只看到了 琳琅满目的牙膏 女人微笑着告诉他 牙膏这么多 是因为牙齿 可是很重要的 而女人的这句话 却一下子怼到了德克兰的痛处 他不爽地告诉女人 牙齿一点都不重要 现在对于他来说 最重要的是他的体温 接着 他大概讲述了之前 自己与瑞希的经历 但这几乎天马行空的讲述 瞬间吓到了面前的女人 他感觉到 这个皮肤苍白的男人精神 肯定有着很大的问题 于是不再搭话 急忙转身向着收音台走去 而找到体温计的德克兰 跟在他的身后 依然讲述着自己和瑞希的事情 终于 在短暂的沉默后 德克兰感受到了女人的恐惧 他有些尴尬地 故意插开话题 告诉女人 女人说的没错 牙齿某种程度来说 也是很重要的 拿着体温计 走出药店的德克兰 第一时间测了自己的体温 34.6 华氏度 一旁的眼睛 难见状 不由的大惊 天哪 没想到 这居然是正常人类 能达到的温度 说话间 他拿着自己的啤酒 靠近了德克兰 他说 天气这么热 也许体温低一点 还是一件好事 与弊 他又问德克兰 为什么看上去这么紧张 是不是跟他的体温有些关系 德克兰虽然在急切地寻找 去往精神世界的媒介 但对于眼镜男的追问 还是选择了如实回答 他一边跑 一边讲述起了之前 关于瑞希的事情 现在 瑞希被怪物绑架到了 另外一个维度 他必须要去那里 虽然这么做 会让他的体温继续降低 而他购买体温计 就是想看自己的体温 还能不能去承受这些 对于德克兰这些看上去 有些癫狂的疯化 眼镜男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逃离 他直截了当地表示 虽然这些话像是风言风语 但是自己愿意继续听下去 听到眼镜男这句话 德克兰停下步伐 转身认真地告诉他 如果自己不去救瑞希 就会有怪物去吞噬掉瑞希的脑子 筹干他所有的生命 眼镜男扶立下眼镜 欣慰地告诉德克兰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真是第一次有人真正地 对自己这么讨心讨肺 即使说的是一些疯话 接着他看向了一旁路过的小狗 他说以前的自己也是一个正常人 直到他听到了恶犬之间的交流 没错 他能听到这些看上去很可爱 但是内在邪恶之极的生物之间的谈话 而听到眼镜男这番话的德克兰 缓缓地将手伸到了他的身后 他一直在找媒介 现在看来媒介就在自己的身边 说话简 德克兰周围的环境 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然而不同于瑞希 来到这个世界的惊慌 眼镜男仿佛已经见怪不怪了 他认识这里 德克兰告诉他 没错 大家都认识 这里是每个人内心深处 最难以打开的新门 很多人穷其一生 想要关闭 逃离这里 而现在这个地方 就是眼镜男心中恶犬所在之地 看着窗外不断飞叫的巨大怪犬 眼镜男惊慌地询问德克兰 这些狗会冲进来吗 德克兰抚摸着他们与怪犬之间薄薄的玻璃 告诉眼镜男 当然可以 只要他想的话 眼镜男有些疑惑 为什么德克兰对于自己的精神世界知道这么多 德克兰告诉他 在这个世界里 曾有一个人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冷 而因为当初的接触 自己拥有了可以随意进入他人精神世界的能力 正在说话间 一双光着的脚 缓缓地靠近了德克兰二人 可当德克兰有所察觉 回头查看时 他们的身后却并没有任何的人影 德克兰告诉眼镜男 他能感觉到瑞希就在这附近 说起瑞希 德克兰赞扬起了面前的这个眼镜男 他在这个世界中居然表现得如此泰然自若 眼镜男回答道 自己其实经常来到这里 不过与这次不同的是 之前的自己并没有任何人的陪伴 对了 说到这时 眼镜男又提到 他能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看到一些其他人影 只是这些人影很难接触到罢了 德克兰继续向他解释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精神世界 但不同的精神世界想要连接需要很大的 可没等德克兰说完 眼镜男就提示他 在窗外好像有一个女人 德克兰寻声望去 果然 那就是他正在苦苦寻找的瑞希 德克兰顾不上再多废话 推门便向着外面冲了出去 身后的眼镜男虽然也是恐惧异常 但仍然跟了上去 他告诉德克兰 狗是可以闻出人类恐惧的生物 千万不要感到恐惧 不然 气软怕硬的恶犬就会蜂拥而至 说着眼镜男拿出一罐啤酒狠狠的喝里口 用来给自己壮胆 德克兰不耐烦的告诉眼镜男 恐惧什么的都无所谓 只要别被闻出内心的癫狂就行 而在他们的身后 一个人影缓缓的走了出来 是杰克 他轻生抚慰着身边的狗子 假如生活饿到了你 不要惊慌 不要心急 饥饿的日子总会过去 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 将会是你等待美食中最大的满足 就在这时 另外一边正在奔跑 寻找瑞西的德克兰 感觉到了强烈的不安 他拦住眼镜男大喊着停下 正在眼镜男疑惑德克兰 为什么这么坐实 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了他们 紧接着 一分像是由海骨和鸡肉 胡乱勾勒成的巨大怪物 降临到他们的面前 怪物感受到了 他们身上散发出的味道 特别是德克兰 闻上去 简直就像发酵已久的蓝纹奶酪 他有些疑惑 为什么面前的男人 敢来到这个凶险异常的饥饿世界 但很快 他就在德克兰的身上 闻到了另外一种味道 是爱情 天哪 果然是最疯狂的东西 但德克兰并不明白 怪物所说的爱情到底是什么 怪物在德克兰身上又嗅了一会儿 然后站起身 不爽地表示 自己在德克兰的身上 又闻到了杰克的味道 所以 就算现在自己再怎么饥饿 也不会愚蠢到 把手伸向杰克的食物 说完话 这个怪物便转身 向着饥饿世界的迷雾深处走去 德克兰劫王告诉身边的眼镜男 现在应该赶紧追上他 很明显 这些怪犬 非常的害怕这个怪物 跟在他的身后 应该非常的安全 而戴着眼镜的男人 看着因为怪物出现 而遍布周围的尸骸 对于德克兰所说的安全 有一些怀疑 不过 德克兰并没有时间管这些 他拿出体温计 再次测离下自己的体温 现在 他的体温已经到了29度 相比之前 已经低了足足6度 但 这应该足够自己找到瑞希了 不过此刻 跟在他身后的眼镜男 却多了一丝退意 德克兰沉着脸 略一思索 他知道 眼镜男想要离开 没有任何的毛病 本来他就不应该卷入这个事情 而作为暴打 德克兰上前 再次按住了男人的后脑梢 他一边吸收着男人的癫狂 一边告诉他 杰克一直都以疯狂为识 他会在吸收掉疯狂的同时 把这个人的一切思想 全部吃掉 而自己不像杰克 他厌恶着这些 德克兰只吸收疯狂 而且 就像打扫残羹剩饭一样 除了恶心 德克兰在其中 感受不到任何的快乐 说完 德克兰告诉眼镜男 该离开了 就那样 荒诞黑白的饥饿世界 如同幻觉一般 缓缓地消失在了眼镜男的面前 而不再疯狂的眼镜男 放下手中的啤酒 他开始接受生活 开始接受那些 以前令他无比恐惧的可爱狗子 此刻的饥饿世界中 德克兰仍然在寻找瑞西的踪迹 但不知为何 德克兰发现 这一次的饥饿世界中 充斥着太多的怪物 以前任何时间都要躲 焦急之急的德克兰 甚至没有发现 突然出现在头顶的杰克 随着一声怪力的大笑 杰克骑在了德克兰的身上 接着 他擒住德克兰 飞速地向着楼顶爬去 到了楼顶后 杰克斜笑着警告德克兰 千万不要往下看 这里可是足有40层楼的高度 瞎尿了裤子 就不美味了 说话间 他一松手 又将德克兰扔了下去 突然的坠落感 令德克兰猝不及防 而紧接着 又有三头半透明的熊怪 一跃而起 张着血盆大口 冲向了德克兰 正在德克兰以为 自己要被熊怪撕碎时 急速坠落的他 却落在了一个巨人的手上 骑在巨人头顶的杰克 向着德克兰介绍完巨人后 跳到了他的面前 看着面前洋洋得意的杰克 德克兰坦白的告诉他 自己知道 杰克现在打着什么算盘 而他可不会因为这些东西 而变得更加癫狂 杰克大笑着告诉他 那可不好说 德克兰本身就是一个疯子 疯子很难保持自我 而杰克已经连续几十年 去催化这些疯子的美味 无一失手 说话间 杰克的头突然变成了一头狼 他开心的告诉德克兰 自己要像童话故事里的那样 张开大嘴 吃掉它 可德克兰并没有因此 而变得更加疯狂 他迅速挥拳 打翻了杰克变成了狼人 而挨了一拳后 杰克也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他吐出嘴中的鲜血 然后笑盈盈地告诉德克兰 自己真没想到 居然会被食物袭击 这一点 导致让他刮目相看 不过 德克兰不应该只注意面前的情况 他更应该注意身后的窗户 站在地面的德克兰 根本不明白杰克在说什么 但很快 杰克就用实际行动让他明白 为什么小心窗户 对着杰克诡异的身法 德克兰被狠狠地踹向了身后 却发现开在地面的窗户 背面却连接着天空 德克兰又一次经历了坠落的无力感 紧接着他摔向了出现在空中的窗户 而那扇窗户所连接的 是一扇树立漂浮的窗户 就那样 德克兰感受到了横向的坠落感 而这一切远远都没有结束 他又一次摔向了一扇突然出现的窗户 而在那扇窗户外 正有三只怪物狗子 好奇地看着面前的一切 随着一阵玻璃破碎声 德克兰从那扇窗户里摔了出来 巨大的冲击力 撞着三条躲闪不及的怪狗 涂血倒地 而其他怪狗见状 惊慌地四散而逃 剧烈的疼痛感 让德克兰趴在地上 迟迟难以缓过劲来 突然一阵熟悉的声音 在德克兰身后响起 是瑞西 德克兰刚想上前抚慰这个可怜的女人 但他却一下子想到了杰克 他有些担心 面前的一切都是杰克的恶作剧 于是 他让瑞西告诉自己一些正常的事情 而坐在球签上的瑞西 稍一沉吟 然后冷冷地告诉德克兰 自己无比痛恨着他 就因为德克兰 自己无缘无故地 来到了这个无边的地狱 听到这句话后 德克兰立刻冲上前去 一把抱住了瑞西 这是真的 这一切都是真的 就那样 他靠着之前吸收的疯癫之力 回到了现实世界 瑞西现在的状况十分糟糕 他就如同痴呆一般 缩在德克兰的怀里 不断地说着 德克兰的体温现在真的太低了 回到家后 德克兰将瑞西安排在了 自己以前一直坐着的沙发上 他试图用这些回忆 去唤醒瑞西的正常思维 然而 瑞西仍处在半呆滞的状态 不过 对于精神治疗 德克兰还是很有自信的 于是 他打算找一些镇定剂 来缓解瑞西的精神不稳定 可就在德克兰准备茶点 与饼干时 一个黑影 从屋子里钻进了厨房 对于一切毫无察觉的 德克兰打开冰箱 询问着瑞西 要不要吃一些好吃的 可就在这时 一阵令人寒毛倒数的声音 从德克兰的身边响起 当然要吃好吃的 而且 你应该知道 我要吃啥的 对吧 随着杰克话音的落下 失去知觉的德克兰 也倒在了地上 看到猎物已经失去了 逃脱能力的杰克 开心的哼着小曲 从厨房里找到一卷保鲜膜 缠在了客厅里的瑞西身上 杰克还不打算享用瑞西 但对于一个美食家来说 食物的新鲜 是非常重要的 尝好瑞西后 得意到手舞足蹈的杰克 开心的告诉德克兰 现在 他要和自己最亲爱的食物 来一场小小的旅行 漫天大雨的精神世界中 杰克扛着德克兰 穿过高楼 越过石桥 终于 在行走许久后 杰克来到了他的目的地 一间古旧豪华的餐厅 进入餐厅 安置好德克兰后 杰克如同表白一般 向着德克兰 讲述起了自己 一直以来的心路历程 从刚开始看到呆滞德克兰时的失望 到抓住德克兰时的欢喜 这一切都让杰克十分满意 毕竟这么美好的食物 一切都值得 说着 杰克如同变魔术一般 在餐桌上 变出了餐盘与刀叉 一切就绪后 杰克坐在了德克兰的对面 他告诉德克兰 瑞西 真的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优物 而现在 瑞西的思维 混乱扭曲 对于杰克来说 简直就是诱人到了极点的甜品 不过相较于德克兰的美味 瑞西还是差了一些 说话简 杰克询问德克兰 他现在对于德克兰的饥饿感 非常好奇 德克兰知道的 自己十分热衷于疯狂的味道 而德克兰善于去剥夺这些 杰克有些纳闷 德克兰是否也能剥夺自己的疯狂 但问出这个问题后 杰克不禁自嘲地笑了起来 真是个愚蠢的问题 要是能剥夺 德克兰早就剥夺了 说话简 几只不知从哪飞来的蝗虫 跳到了餐桌之上 杰克得意地告诉德克兰 就算德克兰有这种剥夺美味的特殊能力 但跟蝗虫比起来也相差甚远 蝗虫这种东西可是永远饥饿 永远进食 只要数量一大 就可以造成所谓的饥荒 让所有人全部陷入饥饿之中 就在这时 一只飞到德克兰面前的蝗虫 却口吐人言 说了一句体温如何 紧接着 其他蝗虫也纷纷附和 询问体温如何 听到这句话 杰克拿出体温计 放在德克兰的嘴里 确实 德克兰的体温 对他来说也挺重要的 毕竟食物的温度 可是完全决定着美味的程度啊 等测好体温后 杰克发现 德克兰的体温 已经快到零度了 而他打算在此之前 带着德克兰 开启另外一场小小的旅行 这一次啊 他们要回到 故事最开始的起点 蜂虫院 转眼间 杰克便带着德克兰 来到了他们第一次相遇时的蜂虫院 杰克询问德克兰 他是否还记得 自己是因为什么进了蜂虫院吗 然而 身旁的德克兰 却没有任何的回答 杰克叹了狗气 继续说道 看来是不记得了 不过 能进这家蜂虫院的 可都是有故事的人 40个病人 40个怪物 这些怪物都有着自己的秘密 无论是谋杀 虐待 还是其他什么 当然 这其中就包括了德克兰 而德克兰 是这些怪物中最独特的怪物 所以 他让杰克非常的痴迷 从第一次相遇 杰克就知道 德克兰是特别的 杰克表示 这间蜂人院 真的很有意思 疯狂的不只有病人 还有那些无赖一样的医生 他们可以随意增加药剂 甚至用平常药剂 40倍的剂量 去实验病人 他们如此肆无忌惮 只是因为这些犯了罪的精神病 没有社会想要接受 也没有人关心他们 在医生眼里 这些病人 完全就是小白鼠一样的存在 他们可以通过这些疯子 进行最真实的研究 获得最大的科学反馈 到时候 源源不断的金钱与名利 都会向他们涌来 他们到时候 就可以摆脱这种 给一群弱智擦屁股的生活了 虽然有一个医生 还是觉得增加40倍的药剂 完全就是疯子 才想出的决策 但最后 那个提出计划的医生 还是用现实生活 说服了他 就那样 疯狂的医生们 开始了实验 而那场诡异的大火 也随之而来 杰克将故事讲到这里时 发现德克兰 对于一切 没有丝毫的反应 仿佛又回到了 之前呆滞的状态 不过稍一思索 杰克立马拍着脑门响起 在厨房里时 为了防止德克兰再次反抗 他用能力 直接关闭了德克兰的脑子 意识到自己错误的杰克 一边道着欠 一边解开了德克兰的束缚 刚一恢复神志的 德克兰愤怒地驱赶着杰克 而就在这一瞬间 杰克又将他带回了 疯人院的那场大火 杰克如同介绍自住餐厅一般 向德克兰介绍着 当时疯人院的情况 而看着当初 从另外一个维度 爬出来的自己 杰克不禁大声地感慨 真他妈的是一个角色美男子 而就在杰克 仔细地端详自己 曾经那张帅脸时 旁边原本一声不吭的德克兰 突然拿起尖锐的棍棒 发起了猛烈的嘻嘻 脑袋被捅穿的杰克 趴在地上 痛苦地哀嚎起来 这一切真的太疼了 疼得让人脑子震颤 精神发颠 在一声惨叫后 倒在德克兰脚下的杰克 停止了挣扎 翻着白眼 失去了气息 可就在德克兰松里口气 觉得一切都已经结束时 他的身后 再次传来杰克 阴魂不散的声音 天哪 你好像把我给杀了 不过算了 话说这一次吃饭 要不要加点酒啊 接着杰克询问德克兰 喜欢红葡萄酒 还是白葡萄酒 吓了一跳的德克兰 迅速转身 拿起餐桌上的酒瓶 狠狠地砸向了杰克 一边砸德克兰的嘴里 一边愤怒地大吼着 我要红色的 血红的 随着杰克那张 被殴打变形扭曲的脸 德克兰的脸上 也缓缓浮现出了 极度疯狂的笑容 可就在德克兰 沉浸于这种发泄的快感时 他的周围 传来了阵阵掌声 德克兰寻声望去 又是杰克 而且是一群杰克 他们就如同 无穷无尽的蝗虫一般 打死一只 涌现更多 杰克一边鼓掌 一边感叹 如果早知道这么简单 就能把德克兰逼疯 自己就早点 把脸伸过去挨揍了 看着那些 不断向自己 逼近的杰克们 德克兰颤抖着群问 杰克到底是什么东西 杰克们听罢 如同游戏一般 挨个接话道 现在 德克兰 应该 猜出了自己 是什么东西 吧 离德克兰最近的杰克 大声地告诉德克兰 他 就是饥饿 说话简 他张开双手 按在德克兰的头上 开始了疯狂的进食 这一次的美味 让杰克 几近达到了极乐 几十年的筹备 就为了这一天 而就在杰克享受到 欲仙欲死时 突然挣扎过来的德克兰 狠狠的一拳 打在了他的胯下 伴随几烈的杰克 痛苦的跪倒在地 德克兰见状 指着他大叫道 如果杰克能感觉到 自己揍杰克有多爽 杰克肯定会觉得 自己一定疯了 但说实在的 这种感觉真的太爽了 说着 德克兰狠狠的一脚 踹在了杰克的脸上 德克兰表示 自己现在真的已经 嗨到不行了 根本不想停下来 可就在德克兰 拽起杰克的头发 想进一步殴打他时 涂着血的杰克 却告诉他 既然主食 吃上去这么麻烦 那他就先去吃一点甜品了 说话间 德克兰只觉眼前一黑 等他再次恢复视力时 面前的杰克 已经没有了任何的踪影 意识到情况不妙的 德克兰 大叫着瑞西的名字 快速地跑出了餐厅 这一次 德克兰拼借 以前吸收的 所有疯癫之力 直接回到了瑞西家 看到突然出现的德克兰 杰克有些难以置信 他怎么一下子 就找到这里了 不过无所谓了 他现在有些好奇 德克兰为什么 为了一个女人 可以这么奋不顾身 说着 他扒开德克兰的脸皮 开始了进一步的探索 在德克兰的记忆中 杰克看到他与瑞西的 第一次相遇 那个女人不顾他人的担忧 毅然决然地 选择了照顾德克兰 他不断地给予德克兰 陪伴 照顾 与分享 甚至还选了一天 作为德克兰的生日 看到德克兰记忆的杰克 不禁感慨 这样的女人 确实值得这些 而且 这种爱情的味道 他也非常喜欢 正在说话间 杰克却发现 刚才还在面前的德克兰 此时已经不在厨房了 也许是跑到客厅 去解救那个女孩了吧 正当杰克 也想前往客厅时 他看到放在厨房桌面上的体温计 拿起一看 杰克发现 德克兰的体温 好像已经回升到了42华氏度 而此刻 面色红润的德克兰 拿着一瓶酒来到了厨房 他表示 杰克不是一直想喝一杯吗 现在来庆祝一下吧 说着 德克兰便狠狠地 将酒瓶砸在了杰克的脸上 看着有些狼狈的杰克 德克兰开心地表示 是男人就站起来 决斗现在才刚刚开始 而且德克兰发现 自己的体温已经开始回升了 杰克指着德克兰不爽地表示 不要以为温度回升 就拥有了和自己竞争的实力 自己可是饥饿世界的主人 可德克兰却表示 杰克一定会为他的自负 而付出代价 毕竟 自己可是被杰克扔进了 疯癫地狱里几十年 而地狱 现在要开始反噬杰克了 说着 从德克兰的身上 冒出了许多绚丽夺目的精神光线 看到德克兰这副样子的杰克 明显有些吃惊 他纳闷道 德克兰这一套虚张声势 是从哪儿学的 还有 德克兰的体温怎么就回升了呢 德克兰一把拽过杰克的领带 将他拉到客厅 然后告诉他 杰克明明已经看到 自己对于瑞西的感情 居然还敢放任自己去接近瑞西 而现在 德克兰已经尽数吸收了 杰克基于瑞西的疯狂 此时 清醒后的瑞西指着杰克告诉德克兰 让这个王八蛋消失在自己的面前 仍然感觉优势在我的杰克 没有丝毫慌张 他询问德克兰 现在饭店要关门了吗 自己还没有吃饭呢 德克兰一把将杰克拽到客厅的柜子旁 他告诉杰克 也许曾经的杰克在自己的脑子里游荡过 但现在是自己游荡于杰克的脑子 说着德克兰拽开抽屉 他表示 在杰克脑子里游荡时 自己可是学了一些小把戏呢 听了德克兰的话 杰克好奇的将头伸向了打开的抽屉 而就在这时 数条怪前及时而出 他们吼叫着冲向了杰克 毫无防备的杰克 瞬间被怪犬摁倒在地 疯狂的撕摇起来 杰克难以置信的看着面前的一切 这些都是他精神世界的宠物 怎么会对自己的主人发起了袭击 德克兰上前一脚踩住疯狂挣扎的杰克 他告诉杰克 所有的事不要理所应当 这些狗子可真不一定是杰克的宠物 接着 德克兰蹲到杰克的旁边 神色狠利的说道 已经过了那么多年 在这一阵子 杰克反复的告诉自己 一切都会饥饿 现在的杰克 难道还天真的觉得 自己就是世界上唯一的存在吗 说话前 德克兰将双手摁在了杰克的脑袋上 他大声的告诉杰克 关于饥饿 自己可是已经七十多年没有吃过东西了 紧接着 杰克身上无数的彩色光线 随着德克兰的双手涌入了他的身体 到了此刻 就连之前一直玩世不恭的杰克 也显现出惊恐之极的神色 但任凭他怎样挣扎 也没有了丝毫意义 就那样 随着光线的快速流失 杰克的身体也飞速的干瘪下去 随着一声惨叫 那个之前一直站在饥饿世界顶点的疯子 现在化为了白色的尘埃 消失在了房间之中 目睹了一切的瑞希 仍然不敢相信 杰克就那样消失了 德克兰让瑞希放心 自己保证 杰克真的已经没有了 经历了一切 终于从杰克参盘中逃出的 德克兰与瑞希二人 靠在墙上 心有余悸地回想着 刚才发生的事情 突然 瑞希想起了一件事 他歪过头询问德克兰 刚才自己听到 杰克与德克兰的谈话 杰克说德克兰深爱着瑞希 这是真的吗 德克兰听到这句话 立刻慌张起来 接着他强装镇定 努力想从脸上挤出 根本不在意的表情 他告诉瑞希 自己跟瑞希才认识了几天 说到喜欢 怎么可能啊 可说了几句后 德克兰发现自己 完全找不到借口 他叹了口气 告诉瑞希 好吧 可能自己真的疯了 可正在德克兰等待着瑞希 对于他的感情回馈时 瑞希却张嘴告诉德克兰 他现在有点饿了 杰克死亡以后 德克兰的生活仍在继续 他从之前的那场生死争斗中 获得了更强的能力 同时对于疯狂 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然而 即使黎明穿过黑夜而来 也终将再次与黑夜交替 波士顿 马萨诸塞州 清晨7点40的闹钟 叫醒了睡梦中的瑞希 此时 他已经和共同经历过 磨难的德克兰 成为了真正的情侣 他们一起起床 一起洗漱 一起吃饭 一起在餐桌上 讨论着有趣的事情 出门前瑞希询问德克兰 今天的体温是多少 德克兰回答说 差不多80华氏度 也就是26摄氏度左右 在前往瑞希诊所的路上 德克兰自信地告诉瑞希 现在的自己精力充沛 寻找和治疗疯狂 也更加得心应手 说话间 德克兰注意到了一名 坐在路边 满嘴胡话的流浪汉 他微微一笑 然后只是上前轻轻一抚 便治愈了那名流浪汉的疯狂 自从杰克死后 德克兰就一直在 进出形形色色的诊所 与医院病房 竭尽所能地去治疗 那些疯狂的人们 他所做的一切效果非常好 但对于这个世界来说 还远远不够 同一时间 博士顿吸壤的街头 一个李茂南正悠闲地喝着咖啡 而他的眼睛 不停地在过往的行人身上扫过 健康的 柔软的 有力的 忙碌的 新鲜的 在李茂南的眼里 这一双双手 都是些熟透了的装甲 而现在 到了该收割的时候了 说话间 李茂南从西装内衬里 掏出一把刀 然后抓住离自己最近的一个路人 手起刀落 瞬间 路人的四根手指 喷着血脱离了手掌 但这一切还不够 还有着更多的庄稼需要收获 无论是有力的 新鲜的 还是柔软 纤细的 只是一个眨眼的功夫 李茂南便切下了 几乎整条街道路人的手指 只留下满大街的惨叫 以及痛苦的哀嚎声 另外一边 德克兰与瑞西 已经来到了瑞西工作的诊所门口 站在门外的瑞西 突然有些担心 做这些治疗 会让德克兰的体温进一步下降 但德克兰觉得没问题 然后用几句俏皮话 扯开了话题 接着 他们便走进了诊所 在对同事 简单做了一番自我介绍后 德克兰便独自前往了 长期精神病患所在的区域 看着逐渐远去的德克兰 瑞西的女同事们 瞬间燃起了八卦之魂 他们发现 这个男人不但长得帅气 而且气质独特 以前只听瑞西提起过 他像植物人一样 没想到清醒之后这么有魄力 在与同事的八卦期间 瑞西逐渐想起了 他与德克兰的过往 他告诉同事们 不要想那些昏段子了 自己不可能等他一清醒 就和他云雨 其实德克兰清醒后 自己和他经历了一些 极为糟糕的事情 不过得亏是德克兰 他最终带着自己逃离了那里 而就在同事们 继续深挖瑞西 德克兰的八卦时 德克兰已经开始了 对于诊所内精神病的治疗 他能治疗精神病 因为他对于疯狂有着独特的洞察力 他比任何人都理解疯狂 他能够将困在沼泽中的人们 从中拉出来 他可以驱逐 一直困扰在人们心头的怪物 让一切好起来 但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 时间很快就到了下午 德克兰与瑞西买好午餐 准备回诊所时 他看着不远处的高楼 精神突然有一阵恍惚 察觉到不对的瑞西 询问德克兰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德克兰推脱说没什么 不要放在心上 瑞西听罢不爽的表示 又是一个秘密 自己与德克兰相处这么久 他能感觉到 他们之间依然存在着很多的秘密 走了几步后 瑞西突然询问德克兰 那些梦魇 那些饥饿世界的疯癫 会不会又一次 来到自己所在的城市 他时常会担心 杰克到底有没有死透 德克兰听罢微笑着安慰瑞西 放心吧 而此时不知为何 街道的一旁 摆满了一排空着的铁罐 一个戴着礼帽 手拿花盆的神秘人穿过人群 缓缓地走向了德克兰与瑞西二人 可他只是向着德克兰打了声招呼 便擦肩而过 又一次消失在了人群之中 瑞西看着身后的人群 询问德克兰那个人是谁 可突然被打招呼的德克兰 也表示有些莫名其妙 他印象中好像不认识那个人 离开德克兰二人后 李茂南又一次在大街上寻找起了目标 这一次的目标是种子 而种子很重要 他不能是身上有跳蚤的流浪汉 但也不可以是收拾 打扮得太干净的精致男 嗯 因为到处都是狮子的人 当然也不行 最后 他在一只死去的鸽子身上 看到了目标是蛆 李茂南开心地将手指指向了鸽子 紧接着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明明已经腐烂不堪 内脏甚至都被掏空的鸽子 在被李茂南一指后 蹦跆着站了起来 李茂南微笑着将手指又一次靠近了鸽子 然后从他腐烂身躯的伤口中 拽出一条不停蠕动着的蛆虫 放进了手中的花盆 种子埋入后 李茂南轻易地将复活的鸽子捧在手中 而重获新生的鸽子也如同见了母亲一般 咯咯咯地叫了起来 可突然 李茂南大口将鸽子塞进了嘴里 他如同手指一般不停挥舞的牙齿 将鸽子撕碎扯烂 吃到鸽子后 李茂南又被自己的花盆找起了养分 什么能让植物更好的发展 当然是鲜牛奶 而他现在需要挤点牛奶了 说着 李茂南抓过身边走过的路人 如同挤马步中的脏水一般 不停扭曲压榨着路人身上的白色水分 一个路人还不够 李茂南又抓起了旁边正在溜狗女人的狗子 在压榨完狗子身上的牛奶后 李茂南拽住想要逃跑的女人 再次挤压扭曲起来 身体的扭曲变形 让路人痛苦的嚎叫 但这一切对于李茂南来说 只是庄稼丰收时的赞哥罢了 牛奶的养分毋庸置疑 无论是对于植物还是对于动物 晚上11点38分 喝了牛奶 补充了战斗力的德克兰与瑞西二人 一直酣战到了午夜 接着 心满意足的二人便睡去了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仅仅过了两个小时 一名戴着礼帽 穿着风衣的神秘男子 端着花盆 轻而易举的推开门 走进了他们的房间 他如同阔别许久的老友一般 对着已经进入梦乡的德克兰说道 说着 他拿起德克兰的手指端详起来 这些手指是如此的灵活自如 但好像又有些太粗糙了 看来是需要一些营养液来滋润 说话间 万指摩从虚空中拿出一桶牛奶 缓缓倒在了德克兰的手上 不知为何 整个过程 德克兰与瑞西没有丝毫察觉 或者醒来的迹象 等德克兰整个手掌都筋润过牛奶后 万指摩又从口袋里掏出几颗牙齿 丢在了德克兰的床上 他相信德克兰会喜欢这些小零食的 做完这一切后 万指摩拿起花盆离开了德克兰的屋子 临走前 他还不忘帮忙关上房门 此时的万指摩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 他又可以开始收获美丽的庄稼了 第二天 站在波士顿街头的万指摩出神的看着手中的花盆 现在 他的种子需要一些养分 就在这时 一个英姿飒爽的女人从万指摩面前走过 看着女人的背影 万指摩不禁感叹 那个样子真的太漂亮了 接着 万指摩稍一沉思来到了一个巷子内 他看着面前的两个流浪汉 询问他们 他需要一张纸 谁有 不明所以的流浪汉们大声的嘲笑着万指摩要啥纸 可下一刻 他们的嘲笑就变成了凄厉的惨叫 万指摩飞速的靠近一名流浪汉 然后从他的后背上撕下了一整层皮 另外一个流浪汉尖状急忙起身逃跑 万指摩也没有去追的意思 他甩了甩人皮上的血迹 然后慢慢的折叠了起来 不一会儿 一架人皮做成的纸飞机出现在万指摩的手中 只见万指摩拿起纸飞机 轻轻一挥 那架还在不断滴着血的纸飞机 穿过人群 越过街道 来到了之前 那个从万指摩面前走过的女人身边 然后一个加速 将女人正在挥舞的手指栖息展落 可那三颗手指还未落地 便被一个突然出现的身影抓住 放进了花盆里 现在万指摩花盆里的土壤 又一次充满了养分 同一时间 瑞西所工作的诊所内 同时告诉瑞西 自从德克兰来过之后 诊所就发生了很神奇的事情 那些长期被精神病困扰的患者们 居然奇迹般地恢复了理智 他有些纳闷 德克兰是怎么做到的 瑞西遮遮掩掩掩地告诉同事 德克兰只是单纯地聊天而已 因为他能感受到那些病人内心的感觉 听到瑞西的解释 同时依然不解 如果能这么透彻地感受到那些病人内心的感觉 这是不是代表着德克兰也是一个疯子 而且德克兰能够将病情各业的病人全部恢复 这就意味着德克兰拥有或者知道所有精神病的共同点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说到同这一切 同事的一番话倒是把瑞西弄得有些糊涂 特别是同事最后告诉他 某种程度来说疯狂也是有意义的 不过瑞西也没有深究 告别同事后 开始继续接诊自己的新病人 这次的病人是一个小男孩 他惊恐地告诉瑞西 他看见了 看见了一些不该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东西 那些疯狗撕摇扯碎了他的胳膊 接着他伸出胳膊 激进崩溃地哭泣说 自己明明眼睁睁地看着胳膊被撕碎扯裂 但为什么胳膊还在这里 站在门外的同事有些看不下去了 于是转身离开了瑞西的诊室 而此刻的等待厅中 万指摩抱着花盆 乖巧地等待着牌号 不过 他的嘴里不停地嘟弄着一些奇怪的词语 本来对万指摩手中的花盆 还有些好奇的眼睛男 当听到万指摩奇怪的话语后 急忙装作入无其事的样子 转过头去 而此刻 万指摩身旁小女孩的母亲 被叫去填写深情表哥 万指摩看向了独自坐在旁边的小女孩 接着他告诉小女孩 小女孩稚嫩的手上有一个伤口 而自己应该可以帮助他治好 小女孩愣了一下 但最后还是将手伸了过去 接受了万指摩的好意 看着小女孩痴嫩粉白的小手 万指摩的脸上 逐渐伸出了无数条细小的手指 接着万指摩张开嘴 他口中的牙齿 拽住小女孩手指上的道刺 轻松地扒了下来 看到面前诡异情况的小女孩 却丝毫没有任何的恐惧 他感谢了万指摩的帮助 而刚好 这个时候医院的前台提醒万指摩 诊室已经排到了他 竟快速前往 前走前万指摩绅士地与小女孩告别 并赞叹了小女孩漂亮的手指 来到诊室后 瑞西告诉万指摩 现在医生还没来 他会先记录一些病人的个人情况 首先从名字开始 瑞西话音刚落 坐在墙边的万指摩突然站起来 快速地凑近瑞西低声告诉他 自己名字叫做万指摩 虽然名字古怪 但请瑞西记住 这是一个关键 此时的瑞西还以为万指摩 只是一个性格古怪的老人 于是他示意万指摩作假 进一步填写信息 而万指摩直接了当地告诉他 自己来这里不是为了别的 他是为了庄稼 为了寻找农场里的德克兰 接着万指摩低声告诉瑞西 自己所说的德克兰 就是瑞西认识的那个德克兰 那个杀手德克兰 杀手什么杀手 听到杀手这个词 瑞西一下子不淡定了 万指摩进一步向他解释 是的 德克兰是一个杀手 是一个收割者 他的身上背负着32个男人 7个女人 以及一条狗的姓名 隐约察觉到不妙的瑞西 否认了自己认识德克兰 而万指摩很快就揭穿了瑞西的谎言 因为昨天晚上在德克兰的床上 他看到了瑞西 自己是不会记错的 德克兰农场里的德克兰 自己不会记错 看见万指摩这副模样的瑞西 一边询问对方要找德克兰的原因 一边将手悄悄地靠近身后的七聚盘 万指摩回答瑞西 德克兰欠着他的东西 那个男人毁坏了气候 伤害了自己的植物 虽然自己还挺欣赏德克兰杀人的行为 但关系到庄稼可就不太好了 正在万指摩回答间 瑞西已经摸到了七聚盘中的手机 他偷偷地给德克兰发了一封求救短信 边又开始了对于万指摩的周旋 瑞西告诉万指摩 自己已经跟德克兰相处了六年 其中五年德克兰都处于昏迷状态 醒来后也一直在帮助其他人 怎么可能是一个杀人犯 听到瑞西的话 万指摩咧着嘴轻声笑了起来 是啊 要是这样算的话 自己也不是一个杀人犯的 不过自己不是杀人犯的时间 可能比德克兰稍微短一些 也就刚才的20分钟之内不是吧 听到这话的瑞西摸出气聚盘上的针筒 狠狠地扎向了万指摩 眼看就要扎上时 瑞西的手却被万指摩抓住了 紧接着在瑞西胳膊的皮肤上 涌出了数个浓包一样的突起物 那些突起物越来越长 最后变成了手指的模样 无数根手指疯了一般涌向瑞西 见到此行此景的瑞西拼命挣扎 想要从万指摩手中逃离 而万指摩也没有继续抓着他的意思 一松手瑞西便摔在了地上 随着与万指摩的分离 瑞西的胳膊逐渐恢复了正常 一边拼命地向着门口跑去 眼看就要逃离万指摩 冲出诊室时 门外的场景却让瑞西愣住了 熟悉的扭曲灰暗与病态的萧条 瑞西又一次来到了拼命 想要逃离的可怕世界 还未等瑞西再做反应 万指摩一把拽过他的头发并告诉他 现在自己要带瑞西去看一些东西 就那样瑞西被万指摩 拖到了一栋破败的小楼前 万指摩指着墙上的门告诉瑞西 门是一个好东西 可以拓宽人的眼界 也可以将人带到另外一个空间 接着万指摩拖着瑞西走过长廊 爬过楼梯来到了他的房间 万指摩的房间里 摆满了红褐色的花盆 松开瑞西后万指摩告诉瑞西 他很喜欢自己的这片小天地 可现在他的这些植物都快要死了 不过即使如此 也会发生一些令人愉快的事情 比如说瑞西那些漂亮的手指 自己只是一触碰就会感到高兴 接着万指摩伸出了自己苍白的手指 那根古兽如柴的手指在瑞西的面前越来越长 越来越长 最后指向了瑞西身后的窗户 万指摩告诉瑞西 在那里曾经住着他最好的朋友 而他朋友的名字 瑞西一定知道 狡诈杰克 不过现在杰克已经死了 万指摩越受越来劲 到后来甚至打开窗户 将半截身体探了出去 他告诉瑞西 在那条街道的另外一边 是德克兰曾经的住处 德克兰可曾经是一个 可还未等万指摩讲出德克兰的事情 他就发现原本站在身后的瑞西 此时不见了踪迹 叹了口气 万指摩有些扫兴的自言自语道 被逃掉了吗 不过没事 我能找到你的 因为我有很多的东西 我有很多的手指 说话间 万指摩从一个箱子里 掏出一大把手指 洒向了窗外 而此时 波士顿的某处 刚刚在街头 治好了两个精神病的德克兰 收到了瑞西的求救短信 接着 他又听到了瑞西打来的求救电话 意识到情况不妙的德克兰 看向刚刚治好的两个精神病 有些歉意的告诉他们 现在 他好像需要一些媒介 说着 便将手又一次伸向了 刚才治疗的二人 另外一边 掏出万指摩房间的瑞西 有些崩溃的 看着大街上 不断走过的怪物 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头顶 正有无数根手指 缓缓爬向了他 可等他反应过来时 一切都晚了 瑞西的身边 已经长满了手指 万指摩此时 也慢悠悠的走到了瑞西的面前 他询问瑞西 瑞西这么相信德克兰 但他真的了解德克兰吗 同一时间 十个街区外 德克兰通过疯癫之门 来到了这个世界 他大叫着瑞西的名字 不顾一切 向着他所能感受到 瑞西所在的地方奔去 可他没跑几步 就在一桩建筑前停了下来 这一次 他想起了那个地方 而在德克兰的身后 被他用来当做媒介的两个疯子 被一双细长的大手 缓缓地拖入了黑暗之中 四个街区外 万指摩还在向瑞西讲述德克兰 他告诉瑞西 德克兰曾经是知道 自己住在那里的人 而他的每根手指都受过重创 不过德克兰很厉害 他在过去为了生活 有着一份工作 一份不太一样的工作 听到这些的瑞西大叫着 想让万指摩停下来 他不想面对 他不想听这些胡说八道 万指摩摇摇头表示 现在听不听无所谓 反正瑞西终究都会听到自己的声音 就是那些即使聋了 也能在大脑中出现 如梦如幻的声音 那些不必亲耳听到 就能明白的东西 随着万指摩音域声音的落下 饥饿世界的怪狗们 再次出现在了瑞西面前 万指摩告诉瑞西 请安静一些 不要惹恼了这些小狗 不然后果可是很难看的 接着 万指摩指向了瑞西旁边的墙壁 他表示 瑞西可以不听自己所说的话 但一定要看自己所指的方向 本想挣扎的瑞西 看着眼前气势汹汹的怪狗 不由的停下了动作 看瑞西不再反抗 万指摩满意的告诉瑞西 德克兰曾经是个好人 瑞西也一定很想知道德克兰的过去吧 听到万指摩的话 瑞西倔强的表示自己并不想知道 但他的眼睛却不由自主地 看向了身旁被无数根手指撕开的墙壁 万指摩如同邀约一般 指着墙壁后的黑暗告诉瑞西 曾经的德克兰一直在用自己的双手 在黑暗中辛勤地劳作着 惬意的五日时光中 美甲殿的女人们精心地修饰着自己的手指 而这一切都被窗外的万指摩看在眼里 所谓的美甲殿对于他来说 更像是一片美丽的花园 无数的鲜花正等待着他的采摘 随着清脆门铃的响起 一场害人至极的收割仪式也随之开始 伴着女人们的尖叫 手拿屠刀的万指摩漫步于自己的花园之中 只见他手中的小刀不断翻飞 便在眨眼间展落了数个女人的手指 有些女人见状想要起身逃离 可还没跑几步 手上传来的剧痛就让他们绝望地知道 在收割者面前 庄稼只能任由宰割 不一会儿 万指摩便提着一铁罐手指 从美甲殿中走了出来 此时的大街上 因为那些美甲殿中跑出来的女人们 已经变得混乱不堪 不过在万指摩眼里 所有的混乱都无所谓 他感兴趣的只有他的装甲 是的 他又看上了一个拿着气球的小男孩的手指 就那样 在小男孩惊恶的目光中 万指摩利落地斩断了他的手指 不过 其中一根绑着气球的手指 随着气球飞到了天际 看着远去的手指 万指摩叹了口气 多么纷嫩的装甲 真是太可惜了 同一时间 处于饥饿世界中的德克兰 被面前的建筑吸引 一时竟忘了营救瑞西 竟只走弱了建筑 可进屋的一瞬间 德克兰就为面前的一切惊得愣住了 房间里居然全都是自己 不同时期 不同状态的自己 但紧接着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那些遍布整个房间的德克兰们 却又消失不见了 一头雾水的德克兰 看着遍布房间的镜子 有些疑惑 刚才发生的一切 到底是真实的 还是自己的幻觉 也许只是镜子里投射的自己吧 就那样 德克兰喃喃自语着 走向了离自己最近的一面镜子 可看向镜中的自己时 德克兰又一次愣住了 镜子里的自己 居然没有手指 正在德克兰惊恶间 面前的镜子突然碎裂 尖叫着的瑞西 从中倒了出来 德克兰见状 急忙上前扶起瑞西 并询问发生了什么 瑞西后怕的表示 他刚从那个奇怪的男人身边逃离 然后不知怎么的 就到了这里 德克兰安慰瑞西 不要再想了 这里是饥饿世界 没有答案的 现在要做的就是保持理智 然后离开这里 可还没等德克兰把话说完 身后的瑞西突然冷冷的发出疑问 你 就是农场里的德克兰吗 听到这个词的德克兰也是一头雾水 他根本不记得自己被这么称呼过 瑞西告诉德克兰 刚才一个自称万质摩的人说过 德克兰就是农场里的德克兰 并且还在饥饿世界里居住过 好像就住在这个建筑里 瑞西现在想知道 万质摩说的那些是不是真的 可他的这些话 并没有得到德克兰的正面回答 一旁的德克兰看着自己的手指 脑子也是一片混沌 他不自觉的询问瑞西 瑞西刚才提到的万质摩 万质摩 指头 到底是什么意思 听到这个回答的瑞西 不爽的一脚踢开身旁的乌鸦 虽然他厌恶极了饥饿世界 但如果这栋建筑 真的曾是德克兰的家 那么现在 就是最好探寻真相的机会 说话简 瑞西已经来到了离善门前 他要好好看一看 德克兰曾经住过的地方 可门后的场景 根本不是卧室或者其他房间 而是一片巨大的农场 而且看周围的设施 这片农场好像是上个世纪的样子 正在瑞西疑惑着一切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 周围的光线突然暗了下来 农场的时间来到了晚上 德克兰发现 不远处的草丛中 钻出了一个熟悉的人 居然是年轻版的德克兰 而那个穿着背带裤的德克兰 好像根本看不见面前的二人 继续干着手中偷鸡摸狗的勾当 你以前居然是个偷鸡贼 瑞西不可思议的问道 但现在的德克兰 根本记不起任何过去的事情 就那样 他没有跟着年轻版的德克兰 进入了一个屋子 屋子中 年轻德克兰 又偷起了房间中的盘子和花瓶 不过 在他将盘子塞入胯包时 早已待在里面的鸡 被挤得尖叫起来 看着笨手笨脚的年轻德克兰 瑞西有些嫌弃的表示 德克兰以前是个弱智吗 怎么行为这么脑残 身边的德克兰赶紧辩解说 面前的这一切估计都是假的 自己以前不可能是个贼 更不可能是个笨手笨脚的蠢贼 正在两人谈话间 房间中被鸡鸣声吵醒的农场主 拎着双管猎枪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眼见自己的偷窃被人发现 年轻德克兰当即轮圆了手中的布袋 狠狠地向着农场主砸去 眼看年轻德克兰占据上风 马上就能击倒农场主时 农场主的猎枪却在德克兰的耳边响起 巨大的响声震得年轻德克兰头痛欲裂 而农场主也抓住机会 制服了年轻德克兰 就那样 农场主带着年轻版的德克兰 来到了他平常用来杀鸡的树墩子处 现在是时候该给这个小贼算一算总账了 既然是用手指在偷袭摸狗 那么就要剃出这些罪恶的手指 说话间 农场主手起腐落 砍断了德克兰的四根手指 而这还远远不够 另外的手指也参与了犯罪 所以也得砍掉 如果不是嘴巴里咬着鸡头 年轻的德克兰 很可能已经疼得将自己的牙齿咬碎了 看着面前的一切 瑞西反而一下子坦然起来 看来这一切都是骗人的 都是诡计多端的万指摩创造的幻象 德克兰的手指就在这里 一根都没有少 而这时 仿佛听到瑞西呼唤的万指摩 从一棵树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他没有回话 而是将手中铁桶里的幸运饼干 抛洒在地上 如同引路一般 万指摩边走边撒 感觉事情有些蹊跷的德克兰告诉瑞西 真的没有必要继续跟着万指摩了 而且也不应该跟着 可见是过德克兰打败杰克的瑞西 此时自信爆棚 只要德克兰在身边 他就什么也不害怕 而且他现在真的想知道万指摩到底想搞什么鬼 但此刻 德克兰看着手中碎裂的幸运饼干 心中的不安 愈加浓烈起来 每个饼干里 都有一张写着手指的纸条 可即使那样 瑞西依然拽着德克兰 顺着抛洒的幸运饼干跟了上去 不一会儿 他们便跟到了一处传送门前 穿过传送门后 德克兰之前所待的精神病院 又一次出现在了二人的面前 不安的德克兰再次提出 他们真的该回去了 然而 瑞西仍旧没有听从德克兰的建议 拗不过瑞西的德克兰 只好跟着他 一起来到了精神病院的窗外 在这里 他们居然看到了杰克与德克兰的初见 那个时候 万指摩居然也在 第一次见到德克兰 杰克就意识到 这绝对是一顿妙不可言的大餐 然而 一旁的万指摩却告诉杰克 德克兰是属于自己的 因为他的双手 早就得到了自己的馈赠 见到美食被剥夺 杰克极尽抓狂的告诉万指摩 行吧 那就属于万指摩吧 但万指摩一定要注意 保持德克兰的体温 如果他的体温凉掉 就代表德克兰 已经是万指摩放弃的餐羹冷制了 到时候 自己就会接受 说完话后 杰克又转头与呆滞的德克兰 做了告别 接着便离开了 等到杰克离开后 万指摩拿起德克兰的手 询问他是否喜欢自己的馈赠 现在的德克兰 一定很想留着这些手指吧 那么 他们就应该谈一谈了 原本还处于呆滞状态的德克兰 听到万指摩最后一句话 居然迅速将头转向了他 可就在瑞西马上要得知 他们的谈话内容时 周围的环境一阵晃动 面前的精神病院 谈指尖变成了饥饿世界怪物的破屋 回过神来的瑞西 对于刚才的一切也有一些怀疑起来 他询问德克兰 他的手指到底是不是自己的 而此时的德克兰也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 这些手指到底真的是自己的吗 就在这时 一阵苍老模糊的声音响起 是万指摩 他告诉德克兰 那些手指是属于自己的庄稼 自己很擅长种植 也很喜欢安逸的田园生活 但德克兰毁了这一切 说到这时 万指摩整个人的气场都变了 他愤怒的指着德克兰 是德克兰改变了这一切 德克兰杀死了杰克 杀死了他最满意的作品 现在自己的农场作物也开始变得枯萎 但说完一切后 万指摩好像又释然了 他告诉德克兰 算了 自己也不会怪他 毕竟哪有农场主 责怪庄稼的 庄稼很好 种下去之后 他就会开始不遗余力的生长 扎根泥土 最后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花开之日 便是收获之时 说完这些话后 万指摩如同暴露狂一般 掀开了自己的风衣 但风衣后的 却是令人头皮发麻的无尽手指 以及深不见底的黑洞 瑞西健壮 大叫着德克兰赶紧揍他 可此时的德克兰绝望的发现 自己被定在原地 一动也不能动 就那样 德克兰眼睁睁的看着自己 被万指摩身体上的细长手指 卷进了胸腔里的黑洞之中 然而 即使这样 他依然不忘在被完全吸收前 警告瑞西赶紧逃离 可瑞西并没有放弃拯救德克兰 他从路边捡起砖头 狠狠地砸向了万指摩 可这点伤害 对于万指摩来说 就跟开玩笑一样 收服了德克兰的万指摩 心情大好 并没有因为瑞西的无理行为而生气 他深事地提醒瑞西 小心脚下 别踩坏了自己的花盆 这个花盆里的东西 可是多年来 自己唯一养活的作物 绝望的瑞西哭泣着询问万指摩 他到底把德克兰怎么样了 万指摩没有回答 他饶有兴趣地看向瑞西 然后自言自语道 人悲伤的时候就会哭泣吗 自己会记住这一点的 说完话后 万指摩优雅地亲吻了瑞西的手指 作为道别 离开前 万指摩在瑞西身后不远处 打开了一扇门 然后告知瑞西 通往现实世界的门已经打开了 你现在可以选择离开了 大街上 一个穿着时忙的男人 正在出租车中 询问去往目的地的价格 此时的他丝毫没有注意到 一个戴着礼貌的黑影 正在快速靠近 紧接着那个黑影 一记重脚踹在车门上 男人刚刚还扶着门框的手指 瞬间被切断 看着不断露住筒中的手指 万指摩喃喃自语地表示 元气满满的一天 真的要从日常家务开始 现在的万指摩心情大好 收起了手指后 他如同善良的老者一般 将贴筒中的手指 投喂给了街上的鸽子 可那些鸽子 只是轻轻啄了一下手指 便发生了可怕的变异 羽毛散去 身体的各个器官 都变成了千细的手指 就那样 万指摩目送着 自己创造的怪物 飞向了天空 这些小家伙 一定会把他的任务 完美实现的 此刻 大街上的人们 正各自忙碌于自己的生活 突然一阵密集的 赤膀煽动声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可在他们还未分清 面前的到底 是哪一种鸟类时 那些细长手指 变成的鸽子 扑到他们身上 开始了疯狂的袭击 随着树声惨叫 诡异的鸽子们 漂亮地完成了 这次的任务 他们带着新鲜拽断的手指 回到了万指摩的身边 看着硕果累累的收获 万指摩慈祥地 轻轻抚摸着 变异的鸽子 然后他告诉鸽子们 现在你们该去死了 听了万指摩的命令 所有鸽子 如同风了一般 舍命地撞向了窗户与墙壁 甚至还有一只 为了死得痛快点 直接钻到了 飞车的汽车下面 另外一遍 饥饿世界中的瑞西 瑞西仍在门前彷徨 当他试图伸手打开门时 一瞬间 他的手指变成了六根 手指的突然变化 让瑞西吓了一跳 但很快他就冷静下来 瑞西鼓励自己 他可以的 只是开一扇门而已 说着 瑞西推开了门 只见门后的空间 围满了人 一个牛奶公打扮的怪物 见到瑞西开门 高兴地向他打起了招呼 接着 他询问瑞西 擅不擅长拧骂不 如果想待在这里的话 可以应聘农场里的员工 像是收割者还有金奶公什么的 说话简 那个怪物从人群中 拎出一个男人 然后就像拧骂不一样 从男人扭曲的身体里 挤出了白色的牛奶 怪物手中的男人 不断地嘶吼嚎叫 此时此刻 他只想快点死去 见到如此怪象的瑞西 急忙转身逃离 不过那个怪物 眼见瑞西逃跑 也没有丝毫要追上来的意思 第一次在饥饿世界中 独自奔逃的瑞西 思念极了德克兰 而如同听到瑞西的心声一般 数颗幸运饼干从天上落下 在瑞西的面前摆出了箭头的标志 就那样 瑞西按着幸运饼干的指示 一路跟随 来到了一扇写着推开的门前 推开门后 瑞西撞到了一个穿着复古的男人 可那个男人仿佛看不见瑞西一般 在人群中大骂着 刚才谁撞到他了 现在 整个世界的时间 仿佛在瑞西推门以后 变成了上个世纪 型号古早的汽车 以及复古的穿着 大街上比比皆是 就在瑞西还没有回过神史 人群中走过的一个男人 瞬间引起了他的注意 是身形落魄的德克兰 不过 这个德克兰如同过节老鼠一般 在人群中不断的被辱骂嫌弃 瑞西见状急忙上前 而那个德克兰仿佛也看不到瑞西 他出神的望着自己的双手 不断嘀喃 他说 自己不必杀戮 自己是一个人 还轮不到手指来领导他 听到德克兰的自言自语 瑞西瞬间明白 这不是德克兰 他大叫着万指摩的名字 表示自己已经看破了他的把戏 赶紧收起来这一套吧 就在这时 又一颗幸运饼干掉落在了瑞西的身边 随着掉落的方向 瑞西再次看到了一扇门 虽然嘴上说着自己没必要 一直被饥饿世界里的玩意儿指引 但瑞西的身体 还是根据幸运饼干的指示跟了上去 毕竟瑞西的首要目的 还是寻找德克兰 现在也只能这么做了 穿过门后 一阵微弱的声音叫住了瑞西 群生望去 瑞西看到了一只说着人话的老鼠 那个老鼠寻说瑞西叫啥 如果瑞西告诉自己他的名字 自己也说不定可以帮瑞西 找他要找的东西 瑞西不爽的回答 自己名叫瑞西 他要找德克兰 听到瑞西这个词 老鼠瞬间兴奋 他搓着手表示 啊 瑞西名叫瑞西吗 那真的太巧了 因为他的名字也叫瑞西 说着 老鼠的头瞬间变成了瑞西的模样 恶心加状愤怒 让瑞西一巴掌将老鼠打翻在地 然后瑞西觉得还不解气 便又用高跟鞋狠狠的将老鼠 在瑞西发泄完后 已经成为肉酱的老鼠 挣扎着伸出手指 只向了一扇门 他告诉瑞西 往那边走 在这个世界里 自己还是很信守承诺的 得到线索后 瑞西静止穿过了木门 这一次门后的世界 是一个挂门肖像画的房间 房间里的老太太见瑞西进来 连忙请求瑞西帮自己一个忙 她想在这个房间里挂一些肖像画 本来这个事挺简单的 但自己没有手指 如果瑞西愿意帮自己 自己很乐意与瑞西谈谈德克兰在那里 瑞西听罢 只好拿过钉子 开始准备挂肖像画 见瑞西还是有些不放心 老人表示安心了 自己没必要撒谎 听了老人的保证 瑞西便开始着手上钉子了 可就在她用锤子 将钉子钉入墙中时 瑞西瞬间感觉到 手中的钉子有些不对劲 原来放钉子的地方 突然变成了老太太的头颅 就那样 瑞西将老人的整个脑袋 都打得凹了进去 面前这一切将瑞西吓了一跳 她慌忙扔掉手中的锤子 正在瑞西马上就要陷入 杀了人的崩溃之中时 脑袋变形的老人 却直起身 微笑着告诉瑞西 她钉钉子的手法 有一些歪 就在这时 屋子中的防火喷头 突然开始运作 不过从喷头里 喷洒出的不是清水 是乳白色的诡异液体 万芝摩此时 缓缓地来到了瑞西的身边 她告诉瑞西 潮湿对于庄稼非常的好 而瑞西没有管她奇怪的话语 她大叫着训斥万芝摩 自己明白 万芝摩想将自己逼疯 但这一次 她不可能做到的 怎么不可能 听到瑞西的话 万芝摩一下子笑了 她表示 自己只需要一颗种子 就可以让它成长 让人疯狂 更不用说了 随着万芝摩的话 原本喷着白色液体的喷头 突然开始喷洒人类的手指 可一转眼 人类的手指 掉在瑞西身上 瞬间变成了雨点 看着周围的环境 瑞西有些恍惚 难道这一次 她回到现实世界了吗 但很快 她就明白 不可能的 饥饿世界的东西 可不会这么好心 只有德克兰 才能带自己离开那里 周围的人 看到瑞西奇怪的举动 纷纷避让 甚至有小孩询问 母亲 那个奇怪的女人手里 为啥拿着一个铁筒 听到铁筒 瑞西立刻意识到了不对 她缓缓向手中望去 没错 此时 她就像万芝摩一样 拎着一个怪异的铁筒 而周围人的手指 也在此时开始不断的掉落 那个铁筒仿佛有什么巨大的引力一般 每一根掉落的手指 都会自动出现在铁筒之中 这难道就是收割者吗 看到手中一筒的手指 瑞西极尽崩溃的大喊 自己不可能当收割者 说着 将手中的铁筒 狠狠地扔在了地上 而地面 仿佛薄弱的冰面一般 被铁筒这么一砸 就裂开了巨大的缝隙 瑞西瞬间从地面摔了下去 这一次 她终于见到了一言不发的德克兰 可还未等瑞西高兴 德克兰的气笑中开始慢慢地伸出手指 一阵恐怖而又苍老的声音 在瑞西身方响起 是万质摩 她询问瑞西 想看一看自己的花园吗 人与自然要互相爱护 相处和喜 瑞西略带祈求地表示 自己不想 她现在只想德克兰回到自己的身边 两个人一起离开这里 可万质摩的询问并不是询问 她只是提前告知 下一秒 瑞西与德克兰就被万质摩 带到了放满花盆的房间 万质摩告诉瑞西 自己一直以来不开心 是因为她花园里的所有植物全都死了 说着 万质摩开始愤怒地将架子上的花盆 挨个扔在地上砸碎 然后 她拿过一个花盆 让瑞西自己亲眼看一下 现在的果实变成了什么样子 瑞西本来不想 可在万质摩恐怖的嘴脸下 只好伸出手 不情愿地拽出了花盆中的果实 如同腐烂液化的肉一般 瑞西从花盆中拽出了一摊 令人作呕的人形怪物 很恶心对吧 万质摩表示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很多年了 自己种的这些植物都这么枯萎了 自己的那些家畜又该怎么办呢 说着 万质摩又从花盆里拽出了一只死气沉沉的怪物 如同落魄的企业家一般 万质摩失落地告诉瑞西 自己曾经种出了许多美丽的手指 当时的画面是那样的繁荣壮美 但现在一直以来 自己一直一无所获 所有的植物都死气沉沉 一切东西都没有任何的生机 在此之前 自己一度怀疑自己 使自己的原因 技巧出了问题 万质摩收到这里时 整个房间几乎已经被他拽出的死亡作物沾满 接着 万质摩一边割掉那些植物的手指 一边继续吐槽 自己之前还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这件事真的太蠢了 因为时间一长自己就明白 把一切弄得这么糟 全都怪一个根源 那就是德克兰 说话简 万质摩将那些手指如同排废水一般倒进了房子的排水槽内 完成这些事后 万质摩继续说起了德克兰 自己曾经给了德克兰太多关于收获的知识 然后这个混蛋就开始挥霍那些养料 那些美丽的疯狂 是德克兰一直在污染这片土地 说着万质摩愤怒的指向德克兰 然后他从怀里掏出切割手指的短刀 是德克兰让一切变得寸草不剩 德克兰的能力毁了这片土地 现在自己也知道该做些什么了 说到这里 万质摩已经拿起了德克兰的手 他现在需要原来那批真正的种子 一直到万质摩想要做什么的瑞西急忙上前想要阻拦 可一个弱女子此时此刻能做到什么呢 万质摩只是轻轻一挥手 便将瑞西甩飞出去 现在他要收回自己当初给德克兰的那几根种子 万质摩相信 这些好的种子终将美丽绽放 说着便将德克兰的手指转落盆中 第一根 第二根 第三根 第四根 最后是第五根 万质摩切掉了德克兰左手的所有手指 看见自己爱人受到如此伤害的瑞西彻底愤怒 他不断地将屋子里的花盆砸在万质摩的身上 可即使他拼尽全力 最后累得气喘吁吁 对于万质摩也没有产生丝毫伤害 最后实在受不了发疯瑞西的万质摩一把将他抓住 他告诉瑞西 不要在这里发颠 再怎么说他砸掉的那些东西也都是自己的种子 见瑞西稍微恢复正常后 万质摩将德克兰的手指放进了自己手中的花盆里 而此时的德克兰仍然吃傻一般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没有手指的左手 看见德克兰的表情万质摩有些纳闷地询问他有那么奇怪吗 难道有些事他真的已经忘了吗 不过如果他真的忘记的话自己可以帮他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说着万质摩凑近德克兰用细长的指甲从他的耳朵里伸了进去 然后万质摩携笑着拽出一份人皮卷轴一样的物品 现在就来看一看德克兰的回忆吧 说吧万质摩当着德克兰与瑞西的面展开了那份卷轴 而卷轴里的是德克兰以前的回忆 当时他被农场主砍断了手指关进了监牢 就连送他进监狱的警察都觉得太过凶狠 不过大家对于小偷没有多少同情心 就那样几乎残废的德克兰如同一坨垃圾一样 关在了狭小的监牢内 而就在德克兰即将接受这种悲哀生活时 他的牢房外出现了一个穿着风衣 头戴礼帽的奇怪男子 那人告诉德克兰他需要一个收割者 作为报酬自己可以带德克兰离开这里 并让德克兰重新完整 说着万质摩示弱无误般穿过牢门 将铁桶里的手指泼向了德克兰 而从那一刻起随着身体的再次完整 德克兰也得到了新的身份收割者 人类这种生物有许多疯狂的想法 但那些疯狂对于万质摩和他真实的庄家而言却毫无用处 与杰克不同 万质摩需要的是人类 人类表现出的疯狂 是那些人类行为模式中最佳的来源 也是那些人类所做知识中最为肥沃的土壤 是手指 对于万质摩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人们手指中的疯狂 而德克兰要做的 就是将这些东西收割拿给万质摩 就那样 德克兰不知为万质摩工作了多久 而风度偏偏充满了致命吸引力的他 总是能出色的完成任务 不过时间久了 德克兰就开始抗拒这种非人的生活 那一天 独自在酒吧买醉的德克兰 引起了一名窑窕女士的注意 她走进德克兰表示 自己虽然可能会被接下来的行动感到后悔 但她真的有些好奇 面前的这个男人为什么独自垂泪 德克兰看了女人一眼 落寞的表示 说了她也不会相信 女人听罢 调了调眉 然后告诉德克兰 坐在酒吧角落里的那个胖老头 叫做老乔 她边上的是百科全书销售员名叫阿里克斯 坐在另外一边和两个男人交谈甚欢的女子 名叫海伦 是一个硬招女郎 她还有一个朋友 叫做艾比 艾比是一个正在找工作的女仆 而那两个男子 一个是艾比的丈夫 名叫珊姆 另外一个是珊姆的朋友 卢勒 接着女人告诉德克兰 自己讲这么多 只是想让德克兰明白 这个酒吧几乎所有人 都给自己讲过他们的故事 而这些故事 有点判断能力的都知道 90%都是不可信的 但无论如何 其中还是有一些真实的 虚假中 往往也潜藏着真相 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说不定就是真的 而自己现在 无论如何 都有些好奇面前的这个男子 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德克兰看了一眼面前的女人 然后像是做出什么决定一般 放下酒杯 有些激动的开始了自己的讲述 他说 现在的自己只有疯狂 就在自己的身体里 他不知道女人能不能看到 而现在关于疯狂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收手 他已经收割了好几年 这一切真的太操蛋了 而现在是时候停下这一切了 说完 还未等女人有所反应 德克兰如同告别一般 轻轻的在女人额头吻了一下 接着便火急火燎的离开了酒吧 不知道是不是德克兰有意为之 那把万指摩让他收割的镰刀 此时被遗落在了酒吧的吧台上 从那以后 城市中少了一个风度翩翩 浑身上下充满奇特吸引力的英俊男子 多了一个颓废之急 只有一条小狗为伴的流浪汉 不过 雄杀案也因此减少了不少 当德克兰彻底放弃收割者的身份后 万指摩每个一段时间 都会带着小刀来找他 可无论万指摩怎么劝解 德克兰也全部拒绝 直到最后那条陪着他的狗子离世 德克兰也依然没有再拿起过收割手指的秃刀 随着德克兰状态的愈加糟糕 邋遢之急 浑身臭气的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不过 在检查身体的时候 他的体温很低 正常人中只有死人才会出现这种体温 而且 不止表皮体温 就连他的血液也是冷的 完全低于室温 甚至更奇怪的是 没有人能查到他之前的任何档案 他身是已经年纪的怪异 丝毫不亚于恐怖的体温 很多医院在他身上做了很多的检查 但都没有任何的结果 逐渐的 随着医院收支的减少 德克兰更是没有了丝毫检查的价值 不过 在病人里 他属于很好的病人 因为他不说话 不闹事 走到哪里 都和雕塑一般安静 那一天 德克兰在不知道已经辗转的第几家医院中 他听见门外有两个护士正在对话 原来 这家医院的收支也很糟糕 而德克兰这个已经没有任何研究价值的病人 只能扔到街头 让他重新开始流浪 不过 另外一个护士拒绝了这个提议 他表示 自己可以收留德克兰 而那个人就是瑞西 结束了所有回忆后 万指摩将卷州收了起来 他告诉德克兰 没错 几十年来 得到自己馈赠的德克兰 没有履行他应尽的责任 导致天地荒芜 寸草不生 可疯狂仍在生长 好的庄稼没有长出 不好的杂草 抢尽了养分 接着 万指摩拉起德克兰 完好的右手表示 停止说割的德克兰 变成了一片荒野 而在他那里的种子 一定是自己最需要的 说着 万指摩又拿起了 自己最重要的花盆 由于之前种下德克兰手指的原因 花盆中的作物 已经开始了轻微的蠕动 而这一切 让万指摩的心情更加愉悦 他感叹 应该早一些种下种子的 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好 就那样 饥饿世界中 万指摩站在窗前 如同癫狂般大声的呼喊着 这一切真的太棒了 可紧接着 原本一直默默无语 如呆着般 站在万指摩身后的德克兰 突然大骂出声 等万指摩纹声转过头时 那把用来切断手指的镰刀 不知为何 出现在了德克兰的手中 紧接着 德克兰将镰刀 狠狠地向着万指摩的脸上挥去 瞬间 万指摩的脸上被削去了半张脸皮 不过 这并没有对万指摩产生多少伤害 德克兰见状 急忙告诉瑞西快跑 说着 便穿过房门 向着楼顶奔去 逃跑的期间 瑞西询问德克兰 这一次 他们可以回到现实世界吗 就像之前躲避捷克那样 然而 来到楼顶天台的德克兰 却告诉瑞西 这次根本逃不掉 因为他与万指摩之间 有着一些联系 只要自己的手指还在 万指摩分分钟就可以找到自己 而现在 德克兰只想找到方法 终结这疯狂的一切 说到疯狂 德克兰看着周围天台上的人群 突然想到了办法 随即 他便飞速地靠近一个精神状态 明显不正常的老人 将自己玩好的右手 安在了他的头上 一旁的瑞西不明白德克兰要做什么 不过他还是帮忙 将周围的人群 拉到德克兰的身边 德克兰告诉瑞西 自己要造一个东西 一个万指摩曾经教过他的东西 那就是疯狂 他已经吸收进了天台上人们的疯狂之力 然后 他拿起放在天台的花盆 既然万指摩那么喜欢自己的庄甲 那么这一次 他就如万指摩所愿 此时追来的万指摩也突破大门 来到了天台 可当他看见面前的一切时 原本愤怒的心 此时充满了惊喜 他的花园 他的庄甲 原本贫瘠之极的作物 此刻都长成了参天大树 现在 万指摩的眼里 除了丰收的庄甲 再无他物 瑞西有些不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了 德克兰告诉他 自己给了万指摩大量的疯狂 大到让万指摩都开始疯狂的疯狂 眼看万指摩已经沉浸在了收获的狂喜之中 德克兰伸出右手告诉瑞西 快一点 把自己的手指全部切掉 听到这个请求的瑞西有些奇怪 但德克兰解释说 这些手指根本就不是自己的 都是属于万指摩的 只要自己留有一天手指 万指摩就是不死不灭的 眼见万指摩已经来到了天台的边缘 德克兰明白 再不做就来不及了 他急忙将联到递个瑞西要求他快一点切断手指 虽然还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极为相信德克兰的瑞西还是那么做了 手指分离的一瞬间 刚才还在欢欣鼓舞的万指摩也随即察觉到了异样 可此时他想要再做些什么已经完全来不及了 毫无防备的万指摩从天台掉了下去 他的花园 他的作物 此时全都不见了 万指摩也意识到了自己将要面对什么 但他如同负责的老父亲一般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抱紧了自己示弱珍宝的花盆 快长大吧 那是万指摩送给自己作物的最后一句话 接着 他便如同烂泥一般在街道的路面上炸裂开来 街道上的饥饿世界著名不可思议的看着面前的一切 同样看着这一切的 还有天台上的德克兰 瑞西询问德克兰 万指摩应该死了吧 德克兰肯定的表示没错 没有了种子和收割者 没有了自己手指上的疯狂 万指摩也就失去了永生的能力 说到手指 瑞西注意到了德克兰血流不止的双手 他不知道德克兰现在还能不能发动能力 但他们真的应该快一点回到现实世界了 德克兰让瑞西放心 自己可以 只是应该要多花一些时间 说着 德克兰便将手搭在了身边男人的头上 随着一阵诡异光线的闪烁 阳光穿过黑暗而来 这一次瑞西他们真的回到了现实世界 而此刻的饥饿世界中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一般 有条不紊的继续着以前的生活 那个万指摩死去的地方 放着他生前最爱的花盆 突然 花盆中的作物开始剧烈的蠕动颤抖 紧接着 一个身形消瘦的男人 从土壤里爬了出来 他不知道现在距离上次 已经过去了多久 但现在 他他妈真的已经饿极了 秋日的公园里 一个因为出轨而被妻子赶出家门的男人 正坐在长椅上 百无聊赖的用手中的三明治喂着鸽子 看着身边的鸽群 他甚至有些羡慕这些家伙 鸽子们不需要担心无家可归 而自己现在连个家都没有 正在男人感叹人生多艰时 一个打着领带的销售身影走到他的面前 那个人影用一种戏谑的口吻询问他 他的旁边可以坐一下吗 男人表示当然可以 除非对方是自己老婆排来传话的 人影听罢 谈了一下自己的背带裤 然后微笑着告诉男人 怎么可能他就是他 男人看了一眼面前这个奇怪的人后 便不再理会 继续低着头 开始喂起了面前的鸽子 而那人却在坐下后 饶有兴趣的看着男人的一举一动 接着 他如同搭讪一般亲密的凑近男人 然后告诉对方 自己名叫杰克 狡诈的杰克 好吧 你知道自己的名字 那真好 说完敷衍的话后 男人继续喂起了身边的鸽子 可在恍惚间 男人突然感觉自己所在的整个世界 都变成了阴郁昏暗的怪异境地 他急忙起身向四周望去 结果目光所及之处 皆是正常的景象 这时杰克突然再次与男子搭话 他告诉男人 自己知道对方是谁 对方名叫大卫 36岁 背着妻子和一个甜点师偷情 可惜最后事情败露 杰克觉得男人要想搞地下情 就不应该往家里带那么多的免费甜品 名叫大卫的男人 见对方居然知道这么多隐情 便再次猜测 对方一定是自己妻子 派过来传话的 可杰克又一次进行了否定 他跳到长椅上 如同一只野猫般观察着男人 他告诉男人 自己说过 自己就是自己 没人能指派自己 硬要说自己是什么东西的话 狡诈的杰克是一颗牙齿 一个胃带 一份饥饿到极点的负债 说着 杰克又抬起手 轻轻地挠起了男人的脸庞 他能感觉到 男人现在的思维很有意思 也很纠结 就像一弯面 又长又宽 男人被杰克的怪异举动 吓得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杰克继续告诉对方 他现在可以感觉到 男人脑海中的谨慎 这美妙的感觉 如同美梦称真 男人此刻在他的眼里 如同花儿一般 可爱娇嫩 接着 杰克一个翻身 单手立在了男人的肩头 他如同花痴一般 继续向男人表达着 自己对他的爱意 从一开始 他就能感觉到 自己与男人之间 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因为他们同样无家可归 这种感觉 如同手足执情 又如同其他的感情 而在这个世界上 两个人感情最深的时刻 其中的一方 甚至因为喜欢 都想把对方吃掉 男人被杰克一系列的动作 与话语吓住了 他本想逃离 但没想到杰克瘦弱的身体里 却仿佛拥有着无尽的力量 只是轻轻一个转身推扫 男人便又被杰克推回了长椅上 杰克告诉男人 自己是狡诈杰克 而自己看在感情的份上 会告诉男人 有一个东西 一直在盯着男人 说完话后 还不等男人有所反应 杰克又一个翻身 从长椅上跳下 接着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一脸懵逼的男人 看着杰克的背影 有些不知所措 就在这时 男人的脚边传来一个奇怪的声音 男人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居然是之前自己投位的鸽子 而此刻 更多的鸽子开始了说话 他们不断地用男人思考过的词汇 攻击着男人 面点师 偷情 甜点 女人 蟑螂 妻子 怨妇 越来越多的鸽子飞来 越来越多的声音将男人围绕 无数的词汇 无数的思维 挤压着男人最后的精神 最后 鸽子离去 那个因为偷情 被赶出家门的男人 彻底变成了一个精神混乱 衣着邋遢的流浪汉 另外一边 逃出饥饿世界的德克兰 与瑞西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他们漫步于超市之中 购买着生活所需的物品 但当提到德克兰的手指时 瑞西还是有些伤心 他总觉得 自己的爱人需要一些帮助 然而德克兰却十分乐观 他觉得相比手指 只要逃出那个该死的地方 一切都值得 正在说话间 一只鸽子从二人的头顶飞过 德克兰有些纳闷 超市里怎么飞进了鸽子 购物结束后 德克兰与瑞西 在一家咖啡厅里 吃起了下午茶 同时 他们还有一些事情 需要谈论 但当瑞西谈起这件事时 德克兰却少有的 表现出了不快 他知道 瑞西想要说什么 不就是想说 自己曾经 可能是一个杀人犯吗 瑞西愣了一下 然后表示 自己明白 这些东西令人不快 自己也不想说这些了 接着 瑞西将磨好奶油的面包 递给了德克兰 希望可以缓和一下 当前的气氛 就在这时 一只鸽子 突兀的出现在了 二人的面前 同一时间 在饥饿的世界里 杰克也盯着一只 奇怪的鸽子 他询问鸽子 想当自己的朋友吗 因为自己 已经没有朋友了 之前 他最好的朋友 被人从楼顶 推了下去 杀死自己朋友的 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变态 杰克越说越来劲 他想起 那个杀死自己朋友的人 还狠狠地殴打过自己 甚至自己还没有吃饱 就被那个人打昏了过去 说话间 杰克已经跳进了屋子 他看着屋子中 鸽子的本体 喃喃自语道 自己也明白 其实上一次 自己不是睡着了 是死去了 经过一番交谈后 杰克与怪物 彻底成为了朋友 在大街上 他告诉自己的怪物朋友 那个变态 名叫德克兰 而现在 自己饿极了 他可能还需要 更多的朋友 说话间 杰克注意到了墙边 呆坐着的两个人类 他若有所思地走上前去 然后抓住两个人的脑袋 狠狠一拽 接着 那两个人类 带着惊恐之极的神色 脑袋互相搬家 被杰克放在了对方的身体上 做完这一切后 杰克向身边的怪物朋友解释 他这样做 只是想教两个人类 什么叫做换位思考 说话间 杰克与他的怪物朋友 来到了一片废墟前 而废墟的正中间 立着一面镜子 杰克走到镜子前 询问镜子里的镜像 想不想当自己的朋友 如果想的话 想举起手 而镜子里的杰克 愣了一下后 便顺从地举起了左手 接着 镜子里的杰克 勾着两根手指 让饥饿世界里的杰克 跟他过去一下 他有个好东西 要给他看 而穿过镜子后 杰克惊喜地发现 他又一次 来到了这个熟悉的地方 美丽的波士顿 故地重游 让杰克食欲大增 紧接着 他在人群中 发现了另外一个自己 那个红衣杰克 正在满大街的 寻找路人 做问卷调查 而他们的目标 就是帮一帮正常人 被拦住做问卷调查的 路人有些纳闷 什么叫做帮帮正常人 不是一般都是要帮 那些不正常的人吗 而杰克 这是凑到他的身边 告诉他 不正常的人已经很美味了 他们要做的 是让正常人 变得同样美味 说着 杰克将那个路人 拽倒在地 而原本精神正常的路人 在脑袋挨到地面的一瞬间 突然听见身边的鸽子 开始围着他 喋喋不休地说话 杰克也凑了过来 将一只鸽子塞进了路人的脑袋里 等路人再次起身后 他的精神已经陷入了呆滞 另外一边的红衣杰克 提示杰克 还有更多的食物 需要他们料理 接着 他们又拦住一个背包的路人 杰克告诉路人 他们需要对方做一个问卷调查 而那个调查就是 路人哪一天会死于非命 听着这么不吉利的话题 路人本来想快步离开 杰克却一把将他搂住 然后告诉他 其实这个问卷调查是有答案的 而答案就是 今天 说着杰克将路人推向了迎面驶来的公交 即使司机紧急转向 想要避开突然出现的路人 但一切都晚了 那个路人直接被撞得斜飞出去 而杰克看着迎面驶来的汽车 丝毫不慌 他如同迎接爱人一般 享受的张开双手 紧接着 杰克仿佛幽灵一样穿入公交 公交上的乘客 也都在杰克的手指触摸下 散发出亮丽的怪异光线 很快 随着公交的驶离 那些光线尽数被杰克吸入了肚中 在打了一个宝格后 杰克又一次回到了饥饿世界之中 他告诉身边的怪物朋友 自己这么做可能有些不雅 但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爽的打嗝了 说完话后 杰克又被一阵香味吸引到了一扇窗户前 透过窗户 他看见了一名孤独在家的老者 可杰克并没有看多久 一阵悬晕感便向他袭来 即使刚才吃了那么多的疯狂 但现在他还是觉得相当的饥饿 同一时间 瑞西与德克兰来到另外一家超市内 德克兰询问瑞西怎么又到超市了 瑞西解释说 刚才的那家奶酪和面包都太贵了 德克兰不紧 那为什么一开始就不来这家 瑞西回答说 谁叫之前的那家肉更便宜吗 德克兰叹了口气 表示这么做真的太复杂了 而这一句太复杂了 引起了瑞西的思绪 他告诉德克兰 有些问题确实比较复杂 但不说的话 自己心里又是一个坎 接着 瑞西小心翼翼的告诉德克兰 自己并不是相信万指摩 只是这么多不同寻常的事情出现 万指摩提到过的那些谋杀案 会不会也是真的 只是德克兰忘记了 瑞西想 假如有时间的话 可以查一下之前发生的案件 但德克兰直接拒绝 他表示他并不想查这些东西 瑞西关心的询问德克兰 是不是还怕那些不好的过去都是真的 可德克兰却直接告诉瑞西 他不想去查 是因为他知道那些事情都是真的 而他现在想做的 就是去忘掉那一切 德克兰说完这番话后 两人之间的气氛变得更加阴郁 瑞西跑再说什么 只能继续采购想要的商品 可当他拿起一罐蛋黄酱时 却发现蛋黄酱的后面 居然藏着一只鸽子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深夜 博士顿某处的街道上 一个流浪汉注意到一只怪异的鸽子 正在自己的身边 灼食着什么 他凑近那只鸽子 却发现鸽子的身体 好像受伤严重 他本想靠近鸽子 看得更加仔细使 鸽子身后的黑暗中 却传出一阵盛人的嘶吼 流浪汉向鸽子的身后望去 只见连着鸽子的 是一张长满眼球的血盆大口 还未等流浪汉惊呼出声 那个怪物便将它整口吞下 而此时杰克也站了出来 他告诉身边缓缓靠近的 饥饿世界住民 他现在要做一场动员讲话 希望大家可以认真听 他相信现在的饥饿世界里 每一个人都应该认识 那个愈发冰冷的男人 就是那个不断捣乱 砸玻璃丢垃圾 迫害公务的那个流氓 杰克现在想请周围的居民 做自己的朋友 因为那个流氓有一些小能力 自己并不能轻易的把它吃掉 俗话说 众人食产火焰高 如果光靠自己 他担心那个叫德克兰的家伙 会又一次把自己衰弃的脸庞揍扁 万一让自己像上一次陷入沉睡 那就更糟糕了 光是想到这些 都让杰克疯狂的难受 说到这时 杰克痛苦的嚎叫起来 但很快他就冷静下来 因为这些痛苦的回忆 让他更加的饥饿了 话音刚落 杰克周围的住民们 便画成了五彩缤纷的光线 不断的涌向了杰克的嘴巴 而大量光线的涌入也让杰克若眼可见的膨胀起来 等一切结束后 变成胖子的杰克 看着身边灰飞烟灭的住民们 有些不好意思的表示 自己好像做了一些错事 不过看样子 今天就是朋友们散伙的日子 然后 杰克用一种如同怪物 嘶吼一般的宝格 祭奠了刚刚认识的朋友们 打完格后 杰克瞬间恢复了销瘦的身材 他依然很饿 但他也意识到 现在自己真的需要吃什么才管用了 深夜 回到家中的瑞西与德克兰约定好 他们有时间的话 会好好谈一下过去发生的事情 但今天大家都需要休息一下 而他们根本没有察觉到 此时的窗外 占了许多状态诡异的鸽子 当不再思考过去的一些事情 德克兰与瑞西二人都轻松了许多 而就在德克兰沉浸在阅读的体验中时 一阵刺耳的门铃声猛然响起 那个摁门铃的人仿佛疯了一般 手指丝毫没有从门铃上拿开的意思 德克兰一边抱怨着门外人的怪也 一边起身向着大门走去 此刻的门铃还在响 而窗外的鸽子不知何时已经飞进了屋中 德克兰走向大门 而门外 急不可耐的杰克 已经饥饿至极 当德克兰打开门面对着杰克时 这一次他却根本看不见杰克 就那样 狡诈杰克斜笑着从屋子外爬了进来 一无所知的德克兰与瑞西还以为是楼下的熊孩子在捣乱 德克兰打算找房东投诉一下 但瑞西明白 熊孩子就是熊孩子 如果想制止 大概率还会适得其反 毕竟这些小孩想要的都是引起关注 说完这些话后 瑞西好奇地凑近德克兰 他询问德克兰 现在在用电脑干什么 德克兰回答说 自己在查关于甲值的相关问题 没想到现在甲值发展还挺迅速的 好像已经出现了可以用思维控制的甲值 说到思维控制 瑞西立刻笑了起来 他表示 有种说法就是 男人每隔七秒就会不自觉的 对于少而不移的事情产生想法 要是德克兰安装了思维控制的甲值 岂不是自己每隔七秒就会被德克兰先煮手 听到这些的德克兰回答说 都是谣言罢了 而且这个谣言早就被粉碎了 毕竟这种谣言的荒诞程度 不亚于云与实 女性没有感觉 是啊 那可真是个谣言 瑞西充满诱惑地凑近德克兰 然后告诉他 自己本来打算通宵打电玩的 但现在也许应该早点睡觉 做一些粉碎谣言的事情了 德克兰听罢 也立刻关闭电脑 跟着瑞西进入了卧室 可就在他关了客厅灯 欢快地准备大战一场事 一只手却咔嚓一下 再次打开了客厅的大灯 德克兰有些疑惑 但他还是打算关灯 不去胡思乱想 可他关灯的一瞬间 开关在他的眼前 自己打开了 德克兰赌气地又一次关上了灯 可灯再次自己打开 瑞西无奈地拉过德克兰 让他别跟灯计较了 应该是开关跳闸 电路出现了问题 明天找房东修一下就可以了 说完 他们便留下 独自在客厅中坏效的捷克 进入了房间 第二天清晨 瑞西在淋浴间哼着欢快的歌 可突然 他发现预刷没有拿进来 于是他叫客厅里的德克兰 帮自己拿一下 这一次 德克兰的速度很快 几乎是在瑞西花音刚落 便递给了他预刷 当然 如果瑞西现在回头看一下的话 他就不会这么认为了 客厅中的德克兰也有些疑惑 自己还啥都没做呢 瑞西那边怎么已经开始表示感谢了 吃完早餐后 在瑞西去上班的路上 德克兰再次拒绝了瑞西 想要寻找心理医生的想法 毕竟他们之前经历的事情 要是说出去 迎接他们的 就只有精神病院了 瑞西也明白 正常社会不可能相信他们的遭遇 可他还是觉得 调查一下万指摩 之前说的那些事情 可以帮助德克兰适应生活 接着瑞西告诉德克兰 无论德克兰过去是什么样的人 自己都不在乎 他只看到了现在 不管那个所谓的收割者德克兰是谁 现在的德克兰依然是一个 值得去爱的好人 说完 在亲吻了德克兰后 瑞西便打算进入诊所 离别前 德克兰告诉瑞西 自己今天会去假制公司 看一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遗知 之后 德克兰便独自离开了瑞西的诊所 时间很快就到了11点 此时的德克兰正在寻找合适的遗知 而瑞西则在诊所里 和同事聊着八卦 另外一个人呢 他在小巷子里 看到了一个捡垃圾吃的流浪汉 杰克走了过去 告诉流浪汉稍微让一下 他想把自己的鸽子放在垃圾桶上 见有人靠近 流浪汉连忙乞讨 想要几块钱去吃一顿热乎的饭 杰克听了这话 却有些羞涩地表示 对方咋知道自己想吃热乎的 既然都已经说了 那么现在自己就告诉对方 如何烹饪美妙的食物吧 说完 杰克便拿出一个漏斗 狠狠地戳进了流浪汉的脖子 他让流浪汉放心 自己只是想把漂白剂灌进去而已 过程可能稍微有点疼 但是不要担心 虽然漂白剂会加热身心 灼烧脏气 但这个东西可是零卡 没有任何的反噬脂肪酸 吃的时候大可放心 在灌完了一整罐漂白剂后 流浪汉嘶哑地吼叫 这一切真的太疼了 杰克却让他放心 因为马上疼痛就要飞走了 接着 无数怪异的光线 从流浪汉倒下的身体里飞出 一边的杰克则开始手舞足蹈的稀释 这种疯癫的味道简直太爽了 尝起来像混乱的车祸 接着 杰克又将这些疯狂变成了彩色的糖豆 他从巷子里探出头 将手中的糖豆扔给了拴在路边的小狗 那些小狗吃完糖豆后 一开始还算正常 可一转眼 他们就陷入了极为癫狂的状态 杰克斜笑着走上前去 解开了束缚这些疯狗的绳子 他能感觉到这些狗子想要自由地奔跑 那么现在就开始自由地去做一些疯狂的事吧 一挣脱束缚的黄色狗子 便快速地冲到了马路上 紧接着 那条黄狗便被急迟的汽车撞飞 街道上的警察看着面前的一切 还没缓过劲时 一只狂叫着的强壮黑狗飞扑而上 将警察死死地压倒在地 感觉左手都要被咬断的警察挣扎着掏出了枪 而此时的杰克 一边品尝着手中的糖豆 一边饶有兴趣地看着面前发生的一切 那个警察掏出枪 对着疯狗的脑袋扣动了扳机 可他的子弹却穿过黑狗的头颅射中了路人 一瞬间街道上的情况陷入了更大的混乱之中 围观的路人中 一个黄色头发的小女孩 突然感觉到一条小狗在拉自己的衣服 天真的孩子还以为小狗想要带他去看一些东西 于是好奇地跟了上去 结果那只小白狗 却停在了一个正在施工的井口旁 小女孩察觉到了一丝异样 可他想逃离时 却被小狗咬住衣服 拖进了下水道里 对于这一切 拖进井口时却发现这并不是什么下水道 整个世界昏暗阴郁 无助的他只能在几条怪狗的靠近下 崩溃的哭好起来 等井口外的女人发现自己女儿不见时 一切都已经晚了 杰克又吃了几口手中的糖豆后 进入了瑞西所在的诊所 来到前台杰克告诉对方 自己来寻找瑞西 顺便杰克又摊开手 询问对方想不想尝几个糖豆 当看到有人来询问时 前台仿佛启动了什么开关 嘴巴不停地说了一堆废话 他的这番话甚至让杰克都有些愣身 前台见状不好意思地解释 自己有时候会忍不住地唠叨 接着他询问杰克的名字 准备告知瑞西 另外一遍 诊所里的瑞西收到了前台的提醒 一开始他并没有在意 这个名叫杰克的来访者 告知病人稍等一下 自己马上就会回来后 瑞西离开了诊室 来到了前台 可当他询问前台 找自己的人在哪时 前台转身发现 刚才还站在面前的杰克 此时不见了踪迹 另外一遍 掉进饥饿世界的双马尾小女孩 在怪犬的围绕下 不停地哭泣着 可就在这时 不远处的一只鸽子抬起头 口出人言 朋友来了 随着一只鸽子的话 周围更多的鸽子 开始不停地跟随着说 朋友来了 而不远处的迷雾中 两个身影 缓缓地向着小女孩靠近 意识到有人靠近的小女孩 抬起头 只见杰克一脸邪笑地 将瑞西之前看诊的病人 带到了小女孩面前 他说 这是自己给小女孩带来的朋友 也不管小女孩答不答应 杰克留下黑人小孩 转身便又消失在了迷雾之中 本来就害怕狗的小男孩 在怪犬的围绕下 崩溃的嚎叫起来 时间来到下午 德克兰接下班的瑞西回家 在路上 瑞西气恼地吐槽着今天的工作 今天发生的事情真的太糟糕了 不过瑞西现在并不想谈这些 他转过话题询问德克兰 今天的一支公司看得怎么样了 能不能安个机械一支 德克兰沮丧地回答说 现在关于手指可行的选项 只有跪跤和橡胶 瑞西听罢 本来想给德克兰开个玩笑 缓和一下气氛 结果他关于手指的玩笑 只让整个氛围变得愈加沉闷 来到一家法师餐厅外 瑞西与德克兰一边坐下 一边讲起了今天工作上的事情 刚开始 自己接诊的黑人小孩 只是沉默寡言 害怕小狗 结果中途 自己被人叫出去了一趟 等他回到诊室的时候 那个小男孩 就已经彻底陷入了癫狂 瑞西不明白 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德克兰询问 在这件事上 需不需要自己帮忙 刚开始瑞西觉得 德克兰应该可以帮一下 但当他接触到德克兰的手时 却发现对方的体温冷得可怕 德克兰坦言说 自己现在只有14摄氏度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 瑞西立刻表示 德克兰不要再继续救治其他人了 这一次必须停下来 德克兰却表示 自己做不到 因为他感觉 如果自己曾经真的 干过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这一次 他就必须去为那些事情赎罪 瑞西反对德克兰的这些话 他认为再这样下去 德克兰肯定会死 如果德克兰死了 他就什么人也帮不到了 可德克兰却告诉瑞西 他感觉如果自己真的死了 反而可以帮到一些人 比如说瑞西吧 听到这句话的瑞西 瞬间愤怒的站起身 他指责德克兰放的什么狗屁 德克兰见瑞西生气 连忙解释说 自己是认真的 因为在自己的身边 瑞西遭遇了那么多 那么糟糕的事情 瑞西听罢 叹了一口气 重新坐回椅子上 他让德克兰不要再想这些事情了 自己在医院工作 会接触到一些事情 说不定即使没有德克兰 也会遇到这些东西 到时候 没有德克兰的世界 自己该如何逃脱呢 而且他已经离不开德克兰了 在一阵沉默后 二人互相道歉 顺便表达了彼此的爱意 瑞西接着告诉德克兰 自己真的难以想象 没有德克兰的日子会怎么样 到时候 可怜的自己 想拿预刷都没人帮忙 说到这里 瑞西提到了早上的事情 当时德克兰给自己预刷的时候 他都想把德克兰拉进来 来一场刺激的鸳鸯狱 不过细想一下 他们好像有一段时间 没有这样做过了 可对于瑞西略带挑逗的话 德克兰却满脸惊恐地看着对方 瑞西不明白 德克兰这是怎么了 德克兰说 我当时没有给你递过预刷呀 听到这句话的瑞西 不禁头皮一阵发麻 而此时几只鸽子 落在了二人的面前 他们口出人言 复读鸡一般尖叫着 完蛋了 糟糕了 被发现了 瞬间整个世界变幻 那个梦魇一般的身影 又一次出现在了 德克兰与瑞西的面前 被发现了呢 眼见捷克出现 德克兰二话不说 拽起瑞西便开始了狂奔 可在他们的身后 除了尾随的鸽子外 那个突然出现的捷克 却丝毫没有任何要追来的意思 在一阵狂奔后 德克兰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出租车上 德克兰先有一计地看着车后 他不敢相信 捷克居然又回来了 而瑞西同样也难以相信 那个恶魔居然还活着 一下车 瑞西就与德克兰快速地跑进了公寓 在等电梯的间隙 德克兰想起了刚才下车所看到的场景 那是几乎已经遮天蔽日的鸽群 不知为何 他们拍成一列 整齐地向着公寓后面飞去 在德克兰与瑞西看不到的公寓后面 那些鸽子疯了一样 快速地钻进了垃圾车里 然而工作人员并没有注意到 有活物钻进了垃圾车 在他动手打开垃圾压缩器后 如同炸着机里的番茄一般 从垃圾车缝里涌出的鲜血 几乎染满了整辆车 另外一边的德克兰 也无瑕去想那么多的鸽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他们上电梯时 一只鸽子乖巧地站在他们的身边 来到房间后 瑞西告诉德克兰赶紧把门关好 但德克兰却悲观地表示 如果真的是捷克的话 锁门就已经没有必要了 但为了安心 瑞西还是让德克兰锁上了门 接着他让德克兰把家里的窗户 也全部关上 德克兰一边照做 一边想要去找一些趁手的武器 可就在他进入厨房时 瑞西听见德克兰骂了一声 闻声赶来的瑞西看见德克兰出神地望着厨房中 一扇冒着黑气的房门 这里原本的位置是一扇窗户 这个突然出现的门到底是通往哪儿的 而就在德克兰与瑞西错愕间 房间里的鸽子越来越多 再看客厅 原本被瑞西关住的窗户 不知何时已经被打开了 随着嗶的一声 那扇突然出现的门旁 猛地浮现出了一个门铃 接着那个门铃发出了尖利的响声 门外的人仿佛急不可耐地想要进来 他一边摁着门铃一边使劲地敲杂着房门 此时屋里大量的鸽子 更是给德克兰二人原本紧张到极点的精神 增加了更多的压力 他们起嘴巴舌地模仿着门铃响起的声音 随着敲门声的急促 那些鸽子又学起了敲门的声音 德克兰与瑞西惊恐地看着房门 只要外面的那个家伙不进来 他们谁都不会去碰那扇门的 服了 我真的服了 你们可真磨蹭呀 就那样 突然出现的杰克 打开乱的扇突然出现的门 而门外的 同样是满脸得意的杰克 他弹了一下背带裤 向着瑞西与德克兰打了招呼 而开门的杰克 此时如同当家之主一般 向着德克兰二人介绍着门外的杰克 此时门外的杰克有些纳闷地询问 他们到这儿是为了啥 门里的杰克凑了过去 然后神秘兮兮地告诉他 因为 因为我们是社友啊 我有一个想法 做了一个决定 得到了一个结论 现在我接受了启示 现在我打算来一场美妙的狂欢 一旁的瑞西听不下去了 他瞅准时机 拿起身边的菜刀 狠狠地插向了合二为一的杰克 可脑袋上插着刀的杰克 仿佛根本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 他抓住一旁的鸽子 然后拽掉了鸽子的翅膀 接着 他将一对翅膀挨个塞进了 德克兰与瑞西的嘴里 他告诉德克兰 自己这么做 是为了让他俩说的话 不会轻易地飞走 而现在 是时候去逛一下杰克的新家了 穿过那扇突然出现的门后 德克兰与瑞西来到了一间破旧的小屋内 杰克骄傲地向他们展示着 自己漂亮的小屋 无论是窗户 还是椅子 亦或是地板 都是纯手工打造 如果德克兰累了 可以坐在这里休息 然后 杰克迁徙木制地板 向着屋子下方指去 他说那里是他的厨房 那里的食物可都非常美味 而杰克所指的方向 竟然是大街上无数的人群 每个人都很忙碌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想法与生活 介绍完厨房后 杰克又介绍起了自己放着袜子的橱柜 以及一扇椭圆形的镜子 可介绍完镜子后 杰克却趴在德克兰的肩头 警告他 离镜子远一些 因为在那里是他装东西的地方 随后 杰克又指向了墙角 绑着三个人类的柜子 他说那里是他存放标本的地方 而那几个被捆绑住的人类中 一个女人痛苦地向着德克兰哀求道 他想去死 这一切真的太痛苦了 拜托德克兰可以说服杰克杀了他吧 一般逗乐了杰克 他先是大笑一番后 然后将手指点在了女人的额头上 这牛的味道 简直是骨藏里的鸽子 说话间 无数的彩色光线 从女人头颅中 汇聚到了杰克的手上 然后杰克转身询问德克兰 想不想长点 当看到德克兰没有回话时 杰克眉头一皱 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看着瑞西嘴里露出来的羽毛 杰克瞬间想起 是自己让他们没有办法说话 他赶忙道歉 然后拽出了瑞西嘴里的翅膀 嘴巴恢复自由的瑞西一边干呕 一边愤怒的辱骂着杰克 然而杰克却仿佛听不见一般 转身又看向了德克兰 他如同多年的好友一样 关切的看着德克兰 没有手指的双手 然后他走到一边抱起几只鸽子 好像面团一般揉在了一起 就那样 鸽子变成了血肉面团 被杰克捏成了一根根手指 接在了德克兰的手上 看看 你又有手指了 那么 我们现在谁也不欠谁的了对吧 说话间 杰克顺手把德克兰嘴巴里的翅膀也拽了出来 这时愤怒的瑞西冲到杰克的面前 他记得德克兰明明已经把杰克杀了 怎么杰克又站在了这里 而杰克却表示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 眼看瑞西都要和杰克聊上了 德克兰连忙走过来拦住瑞西 他可不想与杰克有任何的沟通 瑞西却不管不顾的告诉德克兰 现在杰克是唯一一个能让他们知道答案的人 接着 他质问一般询问杰克 德克兰以前真的是一个杀手吗 杰克回忆了一下 然后难难的告诉瑞西 自己也不记得了 过去发生那么多事 自己又白写日记 而且 正经人谁写日记啊 说到这时 杰克如同木布一般掀起了墙砖 他表示 自己不写日记 但他这里有别人的日记 等杰克彻底掀开墙砖后 一群正在朗读自己日记的孩子们 出现在了德克兰的面前 但那些孩子明显不是此行的目的 杰克一边说着话 一边带着德克兰二人离开了房间 在路上 杰克表示 自己真的很想吃掉德克兰 但经过尝试之后 发现好像挺难的 不过转念一想 既然吃不掉 还不如直接加入呢 而现在 咱们就是好室友了 这种关系 估计还能持续蛮久的 直到 说话间 杰克的脸色一变 他盯着德克兰阴沉的告诉他 直到 可以把你吃掉为止 嘿 别那么严肃 我可以摸一下你的牙吗 看着杰克靠近 德克兰厌恶的告诉他 滚远一些 扑了个无趣的杰克 走下楼梯后 指着远方告诉德克兰 他们正对着的方向是永恒 他们的左侧 则是无穷 然后 杰克又指向自己的身后表示 相比无穷 那个方向的距离更远 接着 杰克又指向了远处 一个高耸的天桥 他说在那个地方的是虚无 不过 住身里的时候 要小心会传来终生 就在德克兰 疑惑于什么终生时 他们的身边 突然出现了一个 木地一般的深坑 杰克高向的拿起铁锹 打算把深坑挖得更深一些 可他的灰舞 却一瞬间打晕了德克兰与瑞西 看着倒在地上的德克兰二人 杰克缓缓的凑了过去 现在自己有点饿了 也许偷偷吃一点东西 也是可以的吧 可他刚触碰到德克兰 就发现德克兰还没有熟 偷吃一些 可能会导致整个大餐 变得不再美味 于是杰克叹了口气 现在 他只能去随便吃点东西了 就那样 他打开了通往现实世界的大门 出现在杰克面前的 刚好是正在排队的人群 对于杰克来说 这哪里是排队 这简直就是旋转自助 挑了一会儿后 杰克看上了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 很奇怪 那个男人明明不认识杰克 身体却不由自主地跟着杰克离开了队伍 就那样 杰克带着懵懂的男人 来到了一辆摩托车旁 然后 他将男人的脑袋 塞进了摩托车的后轮里 在完成这一切后 杰克关心地告诉男人 假如速度太快的话 可以告诉自己 说着 杰克便启动了摩托 随着引擎的轰鸣声 但这种状态很快就结束了 变成学屋的男人 化作了无数彩色的光线 钻进了杰克的肚子里 吃饱喝足的杰克 满意地躺在沙发里 但他突然想起 自己还有一个事没做 于是 他又回到了德克兰的身边 看着还处于昏厥中的德克兰 杰克有些失落地表示 自己也挺希望 对方可以和自己一样 感受一些那种美味的感觉 那种鸡肠鹿鹿的嚎叫 以及牙齿膨胀在一起的取决声 正在杰克玩得起劲时 突然 他的身边传来了一阵呼啸声 是刚刚清醒的瑞西 还未等杰克反应 瑞西便用铁锹将杰克的脑袋砸了个粉碎 祭祷杰克后 瑞西乘胜追击 继续用他的铁锹分解着杰克 他告诉杰克 自己明白 杰克想让自己和德克兰发疯 但现在他想都别想 他能做到的 只有把自己气疯而已 说话间 杰克已经被瑞西砍得稀碎 一群鸽子闻着味儿也飞了过来 他们如同吃零食一般 不断着实着杰克身上的血肉 可就在他们将杰克彻底吃干净时 刚刚清醒的德克兰 发现在那团血肉中 居然立着一个温度计 最后 吃了杰克血肉的鸽子 也纷纷爆开 变成了一个个温度计 温度在不断的下降 七十 六十 五十 四十 就在鸽群不断汇报着 温度计上的树枝时 一只有着黑色指甲的手 捡起了温度计 是没有脑袋的杰克 他告诉瑞西 虽然自己没有脑袋 但毋庸置疑 他就是德克兰的帅气室友 不过 这种关系也持续不了多久了 说话间 那些围绕着杰克的鸽子 忽然幻化成了一张恐怖的巨脸 在巨脸向德克兰二人咆哮时 杰克再次如同扯开幕布一般 掀起了饥饿世界 与现实世界的界限 他告诉德克兰 自己从一开始就说过 自己在准备一场完美的晚宴 而如他所讲 德克兰将会欲加的寒冷 直到 追入深寒 眼见杰克离开了饥饿世界 德克兰又一次拽起瑞西 试图在饥饿世界中 寻找逃离杰克的办法 可在他们穿过巷子 路过一个流浪汉的时候 德克兰却听到那个流浪汉 如同杰克一般说了一句 追入深寒 瑞西让德克兰不要多想 他们现在的主要目的 就是离开这里 找到一条可以直接回家的办法 而在他们逃跑间 无论是流浪汉还是鸽子 都在重复那句话 追入深寒 突然 跑到一半的瑞西停了下来 他发现了一个熟人 是之前找自己治疗的孩子 这时候德克兰也走进男孩告诉他 不要担心自己会带他回去的 可那个男孩看到德克兰时 却双眼发直冷漠地告诉他 追入深寒 说完这句话后 男孩略显绝望地说道 他永远都不能够摆脱这种恐惧的纠缠 他害怕狗 而现在那些狗要来伤害他了 说话间 鸡肉世界的怪狗 在德克兰与瑞西经过的目光中 雕骑小男孩消失在了迷雾之中 正在德克兰思考要不要追上巨石 一群鸽子从迷雾中走了出来 而在鸽子身后的是一个巨大锁链 拖拽着的石块 而那个身旁锁链拖拽石块的人 居然是一个身材瘦小的小女孩 他就是之前被杰克用狗 骗进饥饿世界的那个女孩 此刻的他不管不顾地拉着那块巨石 而巨石的每一寸一栋都会将围绕在周围的鸽子 碾成肉泥 实在不忍心的瑞西冲了过去 他想帮助女孩弄断锁链 结束这些痛苦 而当他靠近女孩时 女孩却如同失了魂一般 不断地重复着 自己是食物 是早餐 是午餐 是晚餐 听了这些头皮发麻的瑞西 让小女孩闭嘴 不要想这些荒唐的事了 而一边的德克兰则拼尽全力 想要弄断那个缠着小女孩的锁链 可就在此时 石块的上方传来杰克正义凛然的声音 他告诉瑞西 不要那么跟孩子说话 然后杰克一个翻身跳下石块 像是情人一样 抚摸着石头询问德克兰 他还认不认得这个东西 可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的德克兰 怎么可能认识 然而杰克却笑着告诉德克兰 怎么可能不认识 因为这个石头里装的 可都是德克兰一直以来治愈过的疯狂 你以为你真的搞定那些疯狂了吗 那些美味的疯狂 怎么可能那么简单就消失啊 你这个脑碳 人类的天性会在消耗理智的同时 诞生出一些垃圾 而这种东西就是疯狂 男人的欲望 女人的渴望 带来的副产品 不过不得不说 这些东西真他妈的太香了 说话简 杰克伸出舌头 狠狠的在石块上填了一下 看着杰克拉丝的口水 德克兰恶心的表示 原来面前的这个疯子喜欢吃垃圾吗 杰克听罢不好意思的表示 只是打个比方而已 正在此时 那个身上绑着锁链的女孩 突然抱着脑袋痛苦的嚎叫起来 瑞西见状 大叫着让德克兰去帮一下这个孩子 可此时的德克兰有些不知所措 因为他尝试了 他根本拽不断那根锁链 瑞西娇气的告诉德克兰 自己的意思是让德克兰用他的超能力 治好女孩的疯狂 可当德克兰将手放在女孩的脑袋上 准备消除疯狂时 他却发现他所面对的并不是疯狂 此时女孩的五官因为痛苦 已经扭曲在了一起 他绝望的告诉德克兰 快点杀了自己 他太痛苦了 他的脑袋一直在告诉自己 自己是一顿美食 听到美食的杰克 突然想起女孩变成这个样子 是因为自己把计时器塞进了女孩的脑子 接着 杰克伸手从女孩的嘴巴里拿出了计时器 并高兴地表示 现在甜点时间到 他得去吃饭了 说完 杰克便迈着轻快的步伐 消失在了迷雾之中 可没过一会儿 杰克又蹦跆着跑了回来 他骄傲地告诉德克兰与瑞西 自己刚才忘了告诉他们 自己有一个漂亮的龙虾围兜 如同一个幼稚的男孩一样 劝耀完自己的围兜后 杰克又一次迈着轻快的步伐跑跳着 消失在了饥饿世界的迷雾之中 而当杰克消失后 一脸呆滞的女孩推开德克兰 又一次机械地开始拉动那块方形的巨石 一切都在坠入深寒 就连那些被石块碾压成碎肉的鸽子也在重复 一切都会坠入深寒 这时 瑞西发现德克兰又一次抓住了小女孩 他询问德克兰这是在干嘛 德克兰回答说自己现在要把瑞西带回现实世界 其他的要等瑞西安全了之后再说 另外一遍 光着脚的杰克正在大雪中轻快地前行 当他路过一间药房时 药房中传出的特殊气息吸引了杰克的注意 此刻 药房中正有一个不断抱怨生活的女人挑选着药物 当他把最后一盒药放进药筐时 杰克那张坏笑着的脸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然后杰克一边自言自语 一边将各种药品扔进了女人的购物筐中 当女人的药框被杰克彻底塞满时 杰克的脸上又露出了耐人寻味的笑容 他还有很多药片需要存放 而现在把它们放到哪里最合适呢 说话前 杰克手脚并用 将女人的嘴巴拉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程度 然后就如同做菜一般 杰克不断地将各种调料倒进了女人的嘴里 不过他用的这些调料都是各种的药物 当大量的药物顺着喉咙进入女人的肚中 女人开始不受控制地倒在地上呕吐抽搐起来 可他挣扎的这一切在杰克的眼里 却如同芭蕾舞一般美丽 接着在女人绝望的抽搐中 他身体里涌现出的无数彩色光线 尽数被杰克吸入了肚中 同一时间 一只从屋子里飞出的鸽子 静止撞在了一辆行驶的吉普车上 可这还没完 那只可怜的鸽子又被路过的数量汽车碾压 可诡异的是 即使浑身被压得粉碎 那只鸽子却依然站了起来 甚至还挥舞着破碎的翅膀 飞入了鸽群之中 此时 刚好有两个神色匆忙的人在鸽群边路过 瑞西询问德克兰 现在他们逃出了饥饿世界 应该安全了吧 可德克兰却告诉瑞西并没有 他当初以为自己杀了杰克 可现在杰克又活生生的回来了 他们必须找到彻底解决杰克的办法 让他一直保持死亡才行 那是不是还要再打他一顿才行 瑞西试探着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可他的想法再一次被德克兰否定 又一次看到重生的杰克 德克兰明白 杰克是自己无法想到的强大于可怕 不过德克兰现在也有了一个办法 既然杰克的食物来源都是疯狂 而杰克一直处于饥饿之中 那么把博士顿这一片的疯狂全部消除 没有东西吃的杰克留在这里 就只能因为挨饿慢慢变得更加虚弱 到时候虚弱的杰克还敢来找德克兰 那么他将有去无回 想好计划后 德克兰便带着瑞西 开始满大街的治疗各种疯狂的人们 无论是街边失神的老人 还是神神叨叨的年轻女子 抑或是精神怪异的女生那些路人 在德克兰的手下不断的恢复正常 不过瑞西也发现 随着德克兰的治疗 她的体温变得越来越低了 可德克兰依然强撑着告诉瑞西 没问题的自己可以 而现在德克兰的治疗 已经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当瑞西再次检测德克兰的体温时 体温已经来到了可怕的39华氏度 换算成摄氏度 就是可怜的3.8摄氏度 可德克兰依然在坚持 甚至为了可以更高效的治疗疯狂 她进入了一轮混杂的收容所 开始治疗 等德克兰从收容所出来的时候 她已经虚弱到了极点 不过这片区域的疯狂 基本已经被她治疗好了 只要捷克进入这里 她就必须吃到任何的东西 除了德克兰 担心的瑞西将德克兰扶到了一片肠椅上 她想买一些吃的 让德克兰恢复一点体温 可等她离开时 围在德克兰周围的鸽子 却又如同梦魇一般不断地重复着 追入深寒 直到瑞西赶来 将那些个群驱散 看着自己的爱人 变得如此疲惫不堪的 瑞西劝告德克兰 要不停下这个计划吧 他们可能治愈了大部分的疯子 但应该还有不少 在他们不知道的地方 有精神病存在 德克兰不能治好所有人 他的体温会越来越低 最后直到死亡 而这一切就是捷克想要看到的 瑞西她的苟气 虽然她很不想承认 但很明显 他们现在就是被捷克 玩弄于鼓掌之间的失误而已 可当她看向德克兰时 德克兰却突然与瑞西分享起了 他们以前的快乐时光 那是他们第一次 在一起吃这种全饼 而刚好 那也是德克兰第一次 向瑞西表达爱意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们无忧无虑 搞怪 玩笑 爱意 一切都是那么的快乐 想到这些的瑞西 不由的感叹 自己真的太爱德克兰了 可再美好的回忆 也不能改变他们现在的处境 回到现实的德克兰 无奈的表示 那么接下来 他们到底该怎么办呀 瑞西思考了一下 告诉德克兰 自己今天见到了德克兰能力全开的样子 那些疯狂到极点的人们 也都被德克兰治好了 那转念想一下 如果捷克不能被杀死 那么德克兰 可不可以尝试 去治好捷克的疯狂 彻底的根治捷克 这个办法 德克兰也不是没有想过 但是很遗憾 捷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 他和德克兰所接触的任何人 都不一样 然而瑞西就觉得 这个法子 仍然可以去尝试一下 毕竟德克兰可以治好疯癫 而在此之前 德克兰干掉过捷克 虽然捷克又出现了 但他们都知道 德克兰可以击败捷克 只是一次 不要再去尝试杀死捷克 而是尝试去治好他 德克兰沉思良久 然后告诉瑞西 自己也许可以去尝试一下 但在此之前 他应该可以补充一些体力 接着他麻烦瑞西 希望对方可以再买一个煎饼给自己 瑞西立刻表示没问题 随后便离开了德克兰 眼见瑞西离开 德克兰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他看到了一个说着胡话的男人 然后大不流行冲了过去 这一次 他打算独自面对捷克 思考间 德克兰已经通过男人的疯癫 进入了饥饿世界 有趣的是 男人牵着的狗子 不知为何也被传送了进来 看着身边的狗子 德克兰感叹 自己也许走了一条不归的路 但挺幸运的 自己在人生最后的时间 还有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 于是 德克兰对着狗子 讲起了他与瑞西的事情 他真的很爱瑞西 而爱与性 有时候就是相辅相成的 就那样 德克兰对着狗子 讲起了他与瑞西 第一次云语的事情 当时他们只是在聊天 然后聊着聊着 就互相开起了车 开车的同时 他们慢慢的发现 对方好像不是在完全开玩笑 于是他们互相盯着彼此 他们都有些担心 对方只是在开玩笑 但最后 他们发现双方都没有开玩笑 然后一些事情 就顺其自然的发生了 当发现自己真的爱上了瑞西之后 德克兰也吓了一跳 毕竟过去的几十年里 他一直都装成了植物人 甚至有段时间 他自我的认知都是植物人 他有些后悔 自己没有早一点 与瑞西接触 毕竟 他一开始真的不敢恢复正常 因为那个天杀的杰克 天知道什么时候出现 而如他所想 最后 杰克还是出现了 正在德克兰对着狗子 倾诉自己的故事时 现实世界里 买到煎饼的瑞西 看着空荡荡的椅子 立刻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当他环顾四周 完全看不见德克兰时 愤怒的瑞西 将刚买的煎饼扔在了椅子上 他明白德克兰想要干什么 但他根本舍不得德克兰 独自去面对那些 与此同时 另外一边的德克兰 与狗子来到了 一栋扭曲高耸的公寓旁 突然 一个长着巨大眼睛的怪物 从公寓楼后 探出了他的脑袋 他不断的重复着 他不想做什么的话语 看向了渺小的德克兰 当那个怪物凑近德克兰时 德克兰身边的狗子 反而没有丝毫的恐惧 他吠叫一声 然后不顾德克兰的劝阻 直接冲向了那个怪物的眼睛 而那个纸老虎一般的怪物 直接被和自己瞳孔一样 大小的狗子咬翻在地 连死前 那个怪物还在重复 他不想的那句话 终于 在他气息即将消失前 那个怪物 说出了另外的一句话 不要关灯 那扇大门就要打开了 说完话后 怪物便翻着白眼 彻底失去了生机 怪物死去后 德克兰抱起一边的狗子 继续讲起了他与瑞西的故事 那是他第一次给瑞西做饭 在此之前他从来都没有做过饭 那一次他想做一道 充满爱意的咖喱菜肴 然而即使有了瑞西的暗中帮助 那道菜依然非常的糟糕 他刚开始 本来是想自己独自去做那道菜的 但瑞西还是偷了进入了厨房 不过无所谓 那个时候 他们又在厨房的地板上 云雨了一下 不知道听到这番话的狗子 能不能理解 但他的表情变得有些微妙起来 看着狗子的表情 德克兰四朝的说道 经过那次事情之后 他闻到咖喱的味道 就会起一些生理反应 也许自己真的疯了吧 而那个让德克兰疯狂的女人 此时也在现实世界中 疯狂的想要找到 帮助德克兰的办法 他看到了一个 依靠在厕所边上 依山邋遢的老人 急忙冲了过去 询问老人是不是脑子有病 而瑞西直白的询问 引起了老人强烈的不满 什么脑子有病 什么疯子 老人都怀疑面前的 这个女人是不是嗑药了 在劝告了瑞西 不要接触药物之后 依山邋遢的老人 转身离开了瑞西 看着老人远去的背影 瑞西不禁感叹 德克兰在寻找和治疗疯子的时候 一切都是那么的轻而易举 而现在 自己想要找一个疯子 进入饥饿世界 却都难于上青天 他不是德克兰 他做不到这些 他的想法也根本行不通 正在瑞西探着气 毫无头绪的时候 一个熟悉的身影 拉着拉链 从厕所里走了出来 他听到了瑞西最后的一句话 不通什么不同 自己刚才挺畅通的 瑞西被突然出现的 杰克吓了一跳 可杰克却像老友一般 告诉瑞西 放轻松 并寻味瑞西 想不想跟自己去吃一下晚餐 对了 这次晚餐的名字叫做德克兰 而现在 距离晚餐的时间也不多了 说着 杰克从手中变出了一束花朵 他再次寻味瑞西 想不想跟自己一同前往 仿佛好像真的邀请情人约会一般 杰克的表情是那么的真诚 而为了寻找到德克兰的瑞西 也欣然接受了这次的晚餐邀约 对着一切毫不知情的德克兰 还在饥饿世界中向着狗子 讲述着他与瑞西曾经的故事 他又记起他和瑞西 第一次真正见面的时候 瑞西那个时候还有一个男友 可他的话还没说完 那只狗子就兴奋的 跑向了一个抱着垃圾桶的男人 看着一路不畏艰险 只为寻找主人的狗子 德克兰敬佩的抚摸着他的脑袋 而作为奖励 德克兰又开始治疗狗子 主人脑袋里的疯狂 可就在他刚治疗完男人 将男人和狗子送回现实世界后 德克兰的身后 却传来了让他思念 却又不想听到的声音 是愤怒的瑞西 两个都不想让对方陷入危险的人 愤怒的看着对方 此时的对方 在他们的眼里是多么的愚蠢 而同时又是多么的让人欣慰 可一边作为单身狗的杰克 并不打算让这对恩爱的情侣继续下去 在他身边聚集的鸽子 已经为这次晚餐 准备好了相应的餐具 而看到这些的德克兰 丝毫不慌 他指着杰克告诉他 自己知道在杰克的眼里 自己大现已到 但还有一些事情杰克并不明白 那就是杰克的脑子里有些问题 而现在德克兰打算把那些问题清楚掉 说着德克兰将手放在了杰克的脑袋上 瞬间无数彩色的光线 从杰克的身体里涌现 好牛逼啊 可再牛逼也是虚的 说着杰克轻轻一记摆拳 便将德克兰打飞出去 眼见德克兰倒地 杰克告诉围绕在周围的鸽子 去咬掉那个混蛋的脑袋 而在杰克的召唤中 越来越多的鸽子从饥饿世界中出现 他们疯了一般冲向了德克兰 没过一会儿 黑压压的鸽群 已经将德克兰完全围住 可就在杰克高兴的手无足蹈时 一只苍白的手臂冲散鸽群 抓住了杰克的脑袋 瘦小的杰克甚至都被德克兰抓着 从地面拎了起来 看着面前的疯子 德克兰坚定地告诉他 无论杰克的脑袋里有多少的疯狂 自己也将会驱散之血 他可以做到的 可就在德克兰想要发动自己的能力时 杰克却趁其不备 狠狠地咬断了德克兰的手指 看着痛苦嚎叫的德克兰 杰克嘲讽地告诉他 没有办法 自己这张嘴可是从来都未停下来的 然后杰克又沉思了起来 他突然感觉 自己好像忘掉了一些事情 那到底是什么事呢 好像是关于脑袋的 对了想起来了 是痛扁德克兰的女友 说着杰克将拳头结结实实地 打在了准备偷袭的瑞西脸上 伴随着剧痛 瑞西手中掉落的砖头 砸死了杰克身边的鸽子 看着那只漂亮的鸽子 杰克有些惋惜 但无所谓 刚死也影响不了多少美味 随后 杰克便将鸽子塞进了嘴里 而现在 他可能需要更多的帮手了 杰克话音刚落 数条苍白的手指怪犬 便出现在了德克兰与瑞西的身边 万事俱备 只欠东方 现在德克兰已经来到了他最美味的时候 这一次杰克终于可以吃到 他梦寐以求的美食了 他都快他妈的饿死了 正在杰克畅想着德克兰的美味时 那些从德克兰身体里涌现出的彩色光线 突然开始了反向缩回 如同一个幼稚的孩子一般 杰克威胁德克兰 不要挣扎了 自己吃的正爽呢 可德克兰不跟他废话 两步上前直接抓住了杰克 眼见自己身体里的光线开始涌向德克兰 杰克大声的告诉德克兰 放弃吧 他是不可能治愈自己疯狂的 他也不可能阻止饥饿的出现 除非他吃了自己 不然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而德克兰却冷笑着告诉杰克 无所谓 一切都无所谓 为了爱 他可以付出一切 他现在脑海里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让他爱的人得到安全 接着德克兰告诉杰克 杰克之前所说的话 确实挺有道理的 而这一次 德克兰自愿追入极度深寒 在德克兰拼尽全力 去吸收杰克的疯癫之后 巨大的能量所产生的爆炸 几乎照亮了整个饥饿世界 爆炸的沉烟散去之后 只留下德克兰一个人呆呆的站在那里 焦急的瑞西跑上前去 想看看自己爱人的情况 然而映入他眼帘的 却是德克兰毫无生机 死人一般呆着的脸庞 从那之后 德克兰再次回归了 冰雕一般的植物人状态 只是这一次 他并不是装的 所有瑞西的同事 都在惋惜这段苦痛的虐恋 他们查了德克兰的脑电图 德克兰已经完全失去了 所有的脑部活动 而瑞西根本没有理这些八卦的同事 他将外卖披萨 交给了一个有些疯癫的病人 然后瑞西静止 推着那个病人 进入了德克兰的病房 可到了德克兰的面前 瑞西没有丝毫停留的意思 他继续推着 直到他将病人 推进了一扇发光的门内 在那里是饥饿世界 而身边环绕着鸽子与怪狗的德克兰 正在那里等着他 在二人亲密了一会儿后 瑞西深情地告诉德克兰 为了他自己愿意去做任何事情 比如说 这一次瑞西就为德克兰带来了外卖 毕竟 他可不想让德克兰挨饿呀 都不想让德克兰带来了 咱的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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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 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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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